第381章,对绿茶重拳触击,不对劲,不是很对劲,刘承熙作为天生的纯爱圣体,敏锐的察觉出来了一些什么,但她又不太确定,到底是不是,她总感觉倩倩,跟之前的某些女生,有点点像,具体来说,就是有一点点不太真实,什么样的女生真实呢? 沈亚婷这种,敢爱敢恨的人,而正因为,她是这种敢爱敢恨的人,所以,她在敢爱自己的同时,如果自己怎么样了,她是绝对会恨的,隐隐地担忧了,于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她决定给沈亚婷发消息,刘承熙,刚才倩倩,她跟你解释了吧,但信息发过去后,对方并没有直接回,而这时,倩倩正好把头扭过来, 而且,视线还在自己的手机上,于是她把屏幕熄灭,这小孩,看人手机的习惯可不好哦 哈哈,因为这是一个喜剧片,所以,在一个笑点处,大家都笑了,而倩倩,也用手捂着嘴,被逗乐了,发出文静的笑声,这笑的是个啥,怎么还这么文静 刘承熙有点想念沈亚婷看电影时,拍着自己大腿哈哈笑的时刻了 那家伙也是,非要拍自己的大腿,而且拍完后还摸几下 也就是她,不然其他哪个女生对自己做这种动作,她都觉得怪怪 哥哥,电影不好看吗?倩倩献刘承熙一直都没石膜反应 最好奇地问道 没事 还行 刘承熙见状,便将手机放进了兜里 然后,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看电影 在某个笑点之时,全场都哈哈大笑了 而看电影的刘承熙却面无表情 依旧是专注地看着荧幕 好帅啊 这种高笑点的人设 一旁的倩倩看着她 由衷满意 毕竟她在小时候就觉得这个大自己一岁半的哥哥很酷 她不笑 是在想什么呢? 刘承熙在想 这神雅婷 五成是吃醋了 哼,地无数拳 打在了沙包上 兮兮这两个字 已经被捶得面目全非 之前刘承熙发的消息 她看到了 但并不想回 跟妹妹看电影 如果是情非得已 就不能够事先跟自己说一声吗 手机还让别人给拿着了 刘承熙 你小子也不过如此 我还觉得你当初拒绝绿茶的时候挺帅 挺让人有安全感的 怎么 绿茶沾了点血缘就拒绝不了了 给我 死 沈亚婷的粉色拳套用力一击 直接就把沙袋捶得摇摇晃晃 这时 门被缓缓推开 爸爸妈妈的脸弱弱地探进来 一口同声道 婷儿 咋了 没事 再为冲击武林风挑战波球训练 沈亚婷面无表情地对着沙袋小碎拳攻击 爸妈莫哲 只好退出去 而沈亚婷 也没有心思继续打女拳 把拳套一拖 往地上一扔 然后往床上一躺 表情有些委屈 越来越委屈 于是 他拨通了先前刚交的好朋友 夏新宇的电话 亚婷啊 然后 就听到了夏新宇好听的声音 雨 沈亚婷低落到 咋了宝 你心情好像不是很 他还没说完 旁边就有男生插嘴道 你喊谁宝 除了我 你还有哪个宝 好了宝 你稍等一下 女生话题了 解决掉他旁边的 宝 吼 夏新宇重新回归话题 问 是这样的吗 因为是来问问题的 所以沈亚婷只好将自己今天遭遇的事情 全盘拖出 夏新宇听完之后 突然声音变小的 不知道在问谁 你觉得这个女生怎么样 然后 就听到陈元说 妥妥绿茶呀 可以爱特平安服成了 直接击毙 你真棒 神雅婷 不是 我都这样了 你们还要秀我啊 星元大笨蛋 而在考验完陈元后 夏新宇则将重心放在了自己身上 说道 但我觉得 比起绿茶本身 最重要的是 男生的态度 是让我问刘成熙吗 你问是问不出来的 他说了 你也没办法安心啊 那的确 那 你的意思是 你可以让他跟绿茶表态 那我该怎么做呢 你这样 听完夏新宇的话后 沈亚婷恍然大悟 不愧是恋爱小当家 就是比自己更懂男生 所以 在挂断电话之后 沈亚婷准备去找刘成熙的事情了 然而就在这时 对方先把电话打了过来 坐在床上 沈亚婷不再开心地撬GioGio 而是毫无生气地靠着床头 接通 亚婷 怎么不回我消息啊 对此 沈亚婷轻哼一声 道 怕打扰 你跟倩倩看电影呗 生气了 没 亚婷不懂 什么叫生气了 沈亚婷夹着说道 你在干嘛 刘成熙不懂了 没听出来吗 我在学倩倩哦 沈亚婷阴沉沉道 倩倩她声音也不 说道一半 刘成熙没声音了 咋了 你怎么不说话了 倩倩来查你了 沈亚婷阴阳道 在女朋友面前 聊别的女生不太好 我们不说她 刘成熙认真道 这一句 倒是让人有点欣慰 但还莫结束呢 那今天的事情 你就想直接略过吗 今天的事情 我责任很大 我本来想跟你说的 但被欠 我表妹先用了手机 当然 手机让别的女生碰到 也是我的不对 刘成熙说着说着 突然叹息了 你叹什么欠 沈亚婷不解道 然后 就听到了刘成熙真挚的喃喃 要是我能够现在见到你就好了 就这样 就可以当面解释 还能抱抱你 沈亚婷一下子脸红了 这小子 又来这一招 你准备一招先吃遍天吗 少 少来了 沈亚婷的气可还莫消 她生气道 今天被你那个倩倩 差点气死 就差指着我的脸 让我滚蛋了 她这样了 刘成熙有些意外 也内疚到 不好意思 她可能刚上了高中 心思有点狡猾 你不要 你跟我说没用 沈亚婷直接打断 停更好一会儿后 刘成熙不解地说 那我跟她说 而听到这个 沈亚婷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好啊 刘成熙从厕所回来后 坐到了位上 刚才有个点特别搞笑 可惜你错过了 倩倩说 没事 不影响剧情就没事 刘成熙回应后 看着荧幕 然后 握着口袋里的手机 这是沈亚婷的意思 把手机调成通话 放在口袋里 对方不说话 然后自己这边负责 当面拒绝掉这个倩倩 但拒绝该怎么拒绝呢 任幼默跟我表白 就这样 电影一直放完 然后 两个人就出了影院 往家的方向走 电影挺好看的哈 倩倩说 还行 刘成熙说 熙熙 倩倩笑了笑 然后有些觉得趣味地说道 我还是第一次 跟男生一起看电影呢 我跟男生 倒是看过几次 哈 哈 倩倩僵硬地笑着 然后好奇道 那你跟女生看过电影吗 嗯 好几次 就是你刚才打电话那位 刘成熙说 此时 电话那边的沈雅婷 咬着嘴唇 对这个绿茶 已经有点想抽了 不对 要用自己苦练的拳头来解决她 不过刘成熙 也真是离谱 竟然能够说出自己 倒是跟男生看过几次这种话 但是她的话 就不奇怪了 那哥哥 跟那个女生 是很好的朋友吗 是女朋友 女朋友啊 好惊讶 你以前好像从来不谈的 嗯 因为她不一样 这番对话 让沈雅婷听得十分舒服 都这样了 这女的 应该知难而退了吧 真厉害我高中的话 应该不可能谈恋爱吧 那对我太早了 不是 这绿茶竟然悬诋毁我们 早恋人生 既然不谈恋爱 也不搞学习 你在干嘛 哈哈 爽 沈雅婷舒服了 我有点笨 学习实在是莫天赋 哥哥你这么聪明 可以教我吗 我教你个锤子 我一拳打死 你的江南佳佳 嗯 过年还是好好玩吧 平时在学校就好好学 这刘承熙的回答 的确是还行 但什么时候 才直接拒绝这臭女人啊 沈雅婷等得有点急急急了 刘承熙不知道咋拒绝 因为人根本就莫跟自己表白 自己要是拒绝了 人家说 我又莫说喜欢你 那岂不是很难堪 她还没有自恋到这种地步 就这样 二人一起回家了 进门后 那个表姨就相当好奇地问道 怎么样 跟妹妹电影看得还好吧 挺好 刘承熙说 其他亲戚 也有些起哄地说道 倩倩可是大美女 带着她看电影 很有面吧 因为出了三副 再加上刘承熙是有名的青年才剧 所以大家都有这种 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 也就自然地说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 妈妈也不太好说 毕竟她先前用 刘承熙高中不可能来早恋 委婉拒绝过了 所以自然不能说出 沈雅婷的存在 但她莫想到 这样的拒绝 对于他们而言就成了 懂你 给自己人留着的呗 有口难说啊 嗯啊 刘承熙依旧是礼貌回应 哥哥有她的大美女 倩倩说到一半 突然做出说错话的样子 并对刘承熙头去 不好意思 哥哥我嘴瓢了 得愧疚目光 但内心 早就想好了 承熙妈妈说过了 她不可能早恋 这孩子一心学习 而能够考到七百分 说明 妈妈肯定特别重视教育 只要把她的女朋友抖出来 她妈妈必定要插手管教 能考七百分的人 怎么可能会允许早恋呢 这个时候 亲戚也会私下里帮腔 说倩倩挺好 还是三副外的亲戚 肥水不留外人田 稳妥了 一一 果然 一个舅妈抓住了关键点 露出好奇表情 所有 都把视线投向了她 刘承熙这时 要模否定 要模承认 但两种选择 都立于自己 而面对大家好奇 且在意的视线 刘承熙道 我的确有一个女朋友 叫沈亚婷 倩倩 承熙妈脸红的低下头 此刻 双手抓着手机的沈亚婷 则是翘脸一红 嘴唇清明 完全的 欢心雀跃了 直球 超级直球 而且 还是向所有人宣布 呀 你谈恋爱了呀 会不会影响学习啊 她学习比我好 承熙一表人才 又高 的确是招女孩子喜欢 是我先喜欢她的 既然都有女朋友了 你咋不说啊 这一句 像是在问承熙妈的 然后 就是刘承熙帮忙的回答 我妈也是刚知道 她 不仅维护了我 还维护了她的妈妈 更重要的是 她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真是一点都不怕 别人家小孩 的人设崩塌 转过身 趴在床上 沈雅婷的双脚 又翘起来了 有女朋友了呀 那能不能让她 给我们打个招呼啊 哪个老妖婆在做妖 竟然如此歹毒 在沈雅婷这样想的时候 刘承熙相当稳重道 她有点腼腆 不太好意思啊 但过几年 我会带她 来给各位拜年的 雅婷 脸颊红得透了 刘承熙的温柔 真的把她包裹的一处危机 都没有遭遇 我们承熙 好吧 这才是兮兮 你什么倩倩 开心了 开心了 这时 沈雅婷挂断了电话 既然如此 就不再监视了 你做得很棒 稀宝 这件事情 解决了 然后妈妈 给自己也很很道歉了 刘承熙终于能够在自己的房间 跟沈雅婷开心的视频通话了 雅婷 晚上好 刘承熙笑着看着视频里的女孩 语气颇为欣喜 你今天表现很好 回来 我给你做大餐 沈雅婷嘻嘻道 刘承熙愣了下 我 不是表现很好吗 为食魔要惩罚 讨厌 我厨艺进步很多了 开玩笑的 刘承熙露出打趣的笑容 点头说 期待你的奖励 那你表妹 还在你面前查了吗 沈雅婷问 不知道 反正我已经不用带她了 你今天 是不是觉得我很凶啊 坐在床上的沈雅婷鼓着脸 问 刘承熙摇了摇头 回答道 没有 很可爱 看完这个再说 说着 沈雅婷将摄像头翻转 然后 刘承熙就看到了 沙袋上被捶得四分五裂的 嘻嘻 摄像头翻转回来后 沈雅婷露出腹黑的笑容 怎么样更凶了吧 对此 刘承熙也笑了 然后 这个高冷装逼帅男第一次的 做出摸啊 并温柔道 这一下子 我更爱了 第三百八十二章 无一组合轻嘴了 回到下海的家里后 两个人感觉到 有一些微妙的怪异 毕竟鱼子现在 还在和祥那边 草 战术性换家了海 今天是大年初三 周五 距离上课还剩下不到一周 两个人也是玩了好久 彻底放松了好久 所以 回到家之后 就想着稍微学习一下 不过主要的复习资料 都在你家里 学点什么好呢 坐在书桌前 夏新宇陷入了思考 生物 陈元问 为时模式生物 夏新宇不解 说错了 是生理 听到这个 夏新宇就知道 陈元憋着什么黄 所以也没搭理 直接替他把英语五三拿出来 摊开 不用考的东西就算了 来写几篇作文 你作文还能提点分 我们互相批改 OK勒 新宇老师 就这样 两个人开始坐在书桌上 认真的写作文 难得这漫漫长夜 两个不亲不摸 纯粹地搞学习 就这样 十几分钟过去 到了时间后 作文交于了彼此批改 还是挺好的 但 改住陈元的作文 夏新宇一边点头 一边说道 但总感觉有点过于追求巨师的严谨了 缺少了一点灵性 毕竟错句错词要扣分啊 不像是语文 是用母语写作文 陈元还能够稍微展示一下 他那武林家的文笔 哪怕是用了一些挺少见的词汇 也感觉略微有点点生硬 夏新宇说道 这可能就是我英语时期 十八分的原因 陈元看了夏新宇的作文 发现对方的却是要更加流畅 且观感更好一点 而夏新宇 作文每次都能二十 二十一 光这里就拉了自己二到四分 应该是的 用词衔接得很僵硬 有些地方 也是为了用这个固定句式而用 如果是初中作文 肯定是满分 毕竟一处都不错 但高考作文 还是稍微讲一点内涵的 谈及于此 夏新宇特别公允地说道 我们学校那些很顶尖的学霸 他们的英语 都是145家的 甚至还有148的 而你光作文 就要扣七八分 得确是 有点不太好 小孙也是 哪怕这魔将了 英语跟那些顶尖选手比 也稍逊了一点 陈元说 现在看来 目前的自己 就是稍微削了一丁点的小孙 李克强且稳 文科还有一定进步空间 但不同的是 小孙他的英语 是真的积累 这磨长时间了 一直都是不上不下的卡在那里 而且 小孙的语文 还比自己强不少 这种意味着 小孙要是不能破除心魔 把英语抬起来 语文也毫无上升空间 到了临近高考 就要被自己完全吊打了 可是我看了那摩多英语的阅读和素材 咋没用呢 陈元感到纳闷 已经有用了 只是用处有限 你要不看一下 那些作文写的好的学生 他们的范文 夏新语说完后 又建议道 你身边有这种人吗 周福的作文 每次分数就 不行不行 说到这里 陈元连忙打消念头 大过年的 问人要英语作文 而且还是周福 这个必一定要问 咋了 这磨刻苦 过年还在卷英语呢 没 我跟星语在看电影呢 然后 在开学之后 就会听到 那家伙 阴阳怪气 咋这磨磨精神 是不是又在跟星语看电影 我能怎么说 是 看了一晚上 而陈元的这个反应 倒是让夏新语挺高兴 知道这磨碗 找女生聊天不太好 所以 避嫌呢 得确是有难得 但也太叫真了吧 周福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不在意了 这鱼子 搁着李乐啥呢 陈元不知道 他在自我陶醉什么 八成 又是什么自我攻略 没办法 我就是交了这样一个 会自我扑爱的好女朋友 行 那我找沈雅廷 要一下作文吧 然后 也让他找刘成西要一下 他们英语都很强 夏新语提议道 可以 哎 你们四个 不是都在一个群吗 你要不直接问 再学习交流群聊学习 不太好吧 陈元不确定地说 夏新语 啊 众所周知 小说群都是不聊小说的 要磨开车 要磨就是聊游戏 游戏群也都不是聊游戏的 一般到后面 只剩开车 唯有车友群 那算是回归了本行 不仅聊车 还聊二手车 聊鸡探 聊保养 聊精 机游 末世 开个玩笑 看着困惑的夏新语 陈元笑住解释 接着在 三人行 发起了求助 陈元 各位亲爱的学霸 你们写的英语作文 能发群里交流一下吗 十七 十八分的就不用发了 沈亚廷 竟然一下子就 估算出你的作文分数了 刘承熙 都七百了 还有进步空间 这磨大的题目 刘承熙 我嫉妒你 陈元 嘲讽完了 就整点作文到群里吧 虽然 大家口头上这样说 但陈元提了 他们还是很快地捧场 把作文都发群里了 在刘承熙发完后 陈元充满敬重的回复 谢谢哥 接着 沈亚廷也发了七八篇 陈元 谢谢嫂子 刘承熙 陈元 男孩子 大方一点 人嫂子都莫说啥 沈亚廷 再这样 给你撤回牢 陈元 错了 看着他们插科打混 实意还是挺乐的 然后 也偷偷地点开了这些作文照片 虽然他的英语 已经很好了 上次也考了一百四十六的高分 但毕竟学无止境 能够从别人那里 吸取一些经验 也挺好 况且 这声歌跟嫂子 是陈元教的 自己没有付出 而直接享受 等于白传 沈亚廷 你现在就开始学了吗 这不还在过年期间吗 陈元 毕竟本群垫底水平 要支持后勇 沈亚廷 你可别后勇了 一次进步击十分 这也太吓人了 陈元 瓶颈期已经到了 下次真的要拉了 刘承熙 你就是个烧呗 沈亚廷发出一张小女孩 一脸问号表情包 陈元 哥 你咋骂人呢 刘承熙 我怎么骂人了 我说你是烧杯 根本就没有瓶颈啊 沈亚廷撤回了一张表情包 陈元 哦 这个烧杯啊 刘承熙 不然你以为 陈元 我还以为 你说是个悲剧呢 群里聊得很火热 十一也看得挺有意思 连学习都放下了 这时 他的爹石云敲门进来 对他说道 隔壁家的女儿 来串门送了点巧克力糖果 闻 闻到了 十一笑着说 这都闻到了 什么鼻子啊 石云惊讶到 啊 有什么事情吗 石云不解道 而石云的却是有事 所以相当好奇地问 你以前 得确跟隔壁小孩关系挺好 但后来不是不玩了吗 怎么现在 又玩到一起了呢 啊 他不是等开学 要进四中吗 又是同学 所以就有点共同话题 石云解释道 我觉得他爸爸也挺怪的 好像挺乐意促成 你俩在一起玩的 石云猜测地说道 石云做出微笑 有些紧张地问道 爸 你觉得是因为什么呢 我觉得 八成是看上了你 咕噜 听到这里 石云紧张地吞咽口水 而石云 则是笃定地说道 得学习 想让你教他女儿做题 还好 在恋爱方面 我爸跟我一个水准 属于是那中开卷考试 都能做歪来的类型 我跟他爸关系挺好 但这事还是看你 如果觉得影响你了 就跟我说 没必要硬着头皮帮忙 石云说 也没有硬着头皮帮忙吧 顺手之举 况且 他多数情况下 都是自己学习 那你卫石魔愿意帮他 石云又问 我 你莫非是 看上了他 后半句呢 没有后半句啊 石云咳嗽两声 润了润嗓子 当然 我就猜一下 不是你就否定 是也莫关系 哦 石云点了下头 停顿半晌后 石云问 否定呢 石云 他的沉默 让石云脑子有点短路 那个 晚点说 我去谢谢一下人家的巧克力 脸颊微微发烫 石云连忙起身 直接就润了 而这时 吴文心正好坐在一楼堂屋里 一个凳子上 在他旁边 就是一大袋子各种巧克力 我叔叔从墨西科带回来的巧克力 吴文心笑着解释 而石云走了过去后 刚坐下 就看着楼梯那里 站住一个观察这边的爹 而在卧室门口 妈也在假装刷抖音 石则视线不停往这边瞥 这就是石云的家庭环境 闷骚的父母造就了他恋爱方面的短板 这个板 非常的短 那 我就走了哈 吴文心起身 那我送下你 吴文心愣了下看了眼外面 咱两家墙挨墙 你送我 这段路 我能走出事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被架在暗处的狙击枪突然打死 但他都这样说了 吴文心只好答应 然后 两个人就一起出了石云的家 但没有直接去吴文心家里 而是被石云带着去到了路灯边上 怎么了 看起来怪紧张的样子 吴文心笑着问 石云抬起头 略有僵硬道 我爸 好像发现了 发现了 吴文心做出惊讶 嗯 发现了 石云确定地回应 于是 两个人沉默了好一会儿 最终 是吴文心问道 发现什么 被这样问道 石云眉头微微一皱 看着抿着嘴巴 挤出浅笑 大大眼睛看着自己 看起来十分真诚 真诚地发问 发现了什么 你在 说什么呀 你应该懂我的意思 或者大概能够一会 石云不确定地问道 那你 是什么意思啊 我 意会不了呀 吴文心继续保持那张面孔 并且对石云 定 了起来 那你觉得 有可能是什么呢 石云有点纳闷 这吴文心 是真的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吴文心淳朴地摇了摇头 说道 我怕猜错了 不敢乱猜 死 石云尬住了 快点 想想刘承熙会怎么做 不对 刘承熙打得全是直球 毫无防御力 这个时候 请神的请陈元 想想陈元会怎么做 那你猜猜 石云问 我猜不出来 吴文心摇了摇头 不是 你这都没猜 我肯定猜不出来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 不禁陷入了僵持 那你跟我描绘一下当时的情形 吴文心好奇地问 石云在短暂的沉思后 没办法 只好老实地说道 我爸问我 文心你魏石魔突然和我 又成为朋友了 是不是想让我教你写题 那你咋回答的 我说毕竟都在寺中 都是邻居 很正常 然后呢 然后他又问我 魏石魔愿意给你讲题 是不是 在说到这里的时候 吴文心的耳朵 都快跟小兔子一样立了起来 想要听见的心情 无比强烈 然而石云 就这样突然定住 接着 反问 你现在应该懂 被发现什么了吗 这个的根据你接下来的描述 吴文心依旧是一脸较真 我在描述 就描述完了呀 那这 吴文心突然警觉起来 是不可描述之事 那倒不是 石云抿了名嘴 把头往边上测了测 不太敢直视 这个吴文心 想想成员会怎么做 作为攻防俱佳 毫无破绽的恋爱达人 他这个时候会怎么办 不是 我也没见过 他在恋爱初期的拉扯与反打 认识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秀恩爱的中期阶段了呀 然后我爸爸说 想着在外面越僵越久 石云中揪末办法 太逃避 会显得掩饰与不真诚 所以他索性加快语速道 是不是看上你了 听到这个 吴文心身体突然一紧 下海小伙 立正了 然后 他就这样 看着别开脸 也立正地帮应的十一 两个人在沉默之际 旁边的草丛 突然发出 嘻嘻嘻嘻的声音 吴文心把头转过去 正观察时 一个大黑子耗子 突然从面前窜出 呀 吴文心当场 就被吓得大叫 而十一反应过来 第一时间就伸出手 在他的胸口 用手安抚 希望和缓他的心跳 不过再触碰到柔软时 他手当即定住 然后 脸颊发红地抽开手 这时 一只手搭在了他的手背上 十一抬起头 就看到脸红的吴文心 弱弱道 尼府的这击下 得确让我气顺了不少 可这 不合周里啊 但对方既然这样说 他就只好帮忙吕顺气息 而做了几个深呼吸的吴文心 看着面前的羞涩大男孩 又问 那你 怎么回答你爸的 关于那句 你是不是看上我了 我没回答 十一说完这句话后 发现对方心跳更快了一些 于是连忙收回话题 算了 别说这个了 那你是看上 还是没看上啊 但吴文心 好像有点不依不饶 执着地问 你心脏不好 我们要不要规避这个话题 等 等一下 吴文心想了想后 说道 你转个身 等我一下 啊 十一不减 但也照做了 然后 吴文心就循环式地深呼吸起来 并且当场 打了一套尘世太极拳 怎么这磨酒 在干啥呢 十一有些不解 徐徐转过头 而正在野马分踪的吴文心 连忙尴尬地停下来 站在身体 看着眼前人 道 你现在可以说了 我调整好了 可是现在说 不就代表着我要跟他表白吗 一 他想让我表白 所以 他一开始就知道 我要说什么 这是在套我话 女人 好可怕 想想成员会怎么做 OK 想好了 看着吴文心 十一不知道从哪学来的骚招 道 我觉得吧 我看上也没用 那也得人家看上我 抛过去了 抛回来了 吴文心发现了 虽然跟成员接触 只有一次 但十一明显被这人给带坏了 还学会设圈套了 所以 这下子 就归我表白了 不要 我对十一小学时候的表白 直接石沉大海 那天用土电话表白 也没了下文 现在 还要我先啊 注视着这个大高个 自己在他面前 无限小鸟一人的男生 吴文心决定 打死也不说 所以 点起脚 他直接对着十一的嘴唇 就是精准的一文 柔软接触过后 吴文心红住脸 盯着他 嘟囔道 别管看上又又没用 你就说看上墨 那一瞬间 嘴唇的触感 是那般的真切 明明只是普通程度的肌肤接触 跟牵手一样 卫石磨这个动作 会这般让人着迷 一瞬间 大脑就完全地放空 什么都想不了了 读了这磨多数 考了这磨多分的十一 十分不明白 但他知道他喜欢这种感觉 低下头 看着发尾微微卷成波浪 比小时候那个麻疹女孩 还要更加漂亮 已然挺挺玉立的大美女吴文心 被问的骨头都感觉到 有些酥软的十一 正了好一会儿 最终 才艰难开口道 看 看上了 好 话音落下 吴文心身体便往前依靠 搂住了他 轻笑道 看上 就归你了 第三百八十三章 又一杀笔超能力 初四 陈元就跟星宇回到了和祥了 两个人在家躺试一整天 顺带学了一会儿 初五 则开始完全性地学习 提前适应开学后的节奏 初六下午 他们就会坐老陈开的车 一起回下海 并带上鱼子 而初六的早上 也正好是周一的早上 超子 刷新了 不过 陈元依旧没有第一时间发现 这超子到底是啥玩意 起床后 见过了家里的几个人 还是没有任何头绪 今天下午就要走了 没啥想干的吗 妈妈像在沙发上玩手机的陈元问道 没有什么世俗的欲望 想在家里陪妈咪 陈元头也不抬 说道 哼 妈宝男 杨军连笑着吐槽 并看向夏新宇 而夏新宇 则是抿嘴笑着摆了摆手 我们在这里陪阿姨 这不是挺好的吗 杨军连被逗笑了 然后这时 他收到一条消息 于是 打开去看 一一 杨琪琪猫丢了 杨军连惊讶到 说完 陈元跟夏新宇 一起把视线投了过去 猫是昨天丢的 这孩子 已经大半天没有吃饭了 杨军连又继续转述道 啊这 陈元有些好奇 是之前他养的那只布偶吗 对啊 就是花了不少 钱买的那只 杨军连叹息道 那玩意的老贵了 陈元感叹道 那怎么办 在找吗 夏新宇问 对 在找 但猫这玩意丢了多难找啊 杨军连叹息道 这个年 估计试过不好了 别这样说 猫丢了 肯定得难过呀 如果是我们鱼子丢了 我们也伤心 一旁的陈建业说完后 鱼子就站了起来 双手搭在他的手上 一人一犬跳起了舞 还我们鱼子起来了 真能套进火 不过也是 隔背轻 老陈长相也不凶 又老实 小动物很容易 对他托付真心 那你们 要不要去看一下他 正好 把这两瓶酒给舅舅带过去 说着 杨军连 把一体52度的剑南春 递给了陈元 这时 双手抓着狗爪的陈建业 徐徐将头转了过去 你又不是墨酒 拿你两瓶送我弟弟不行 杨军连 一下子就不乐意了 我什么都没说 陈建业悠悠道 你莫说 你盯着看 不就等于什么都说了吗 杨军连看着他 苛则道 陈建业转过头 然后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你叹什么气啊 我在心里叹气 也被你听到了呀 别折入我罢了 我去送 陈元提着酒 然后又牵着夏星宇 星宇 走 出门了 OK 夏星宇连忙起身 然后 两个人就这样换好鞋 出门了 以后 你会对我这般苛责打压吗 陈元问夏星宇 这不是爱的表现吗 哪里算打压了 夏星宇笑嘻嘻地说 少学这些糟粕 陈元严肃地说道 当好你的金男第一 温柔就行了 啊 这扑面而来的大男子主意 夏星宇摇了摇头 感叹道 就大男子主意了 争魔 你不服气 陈元蛮横道 醒醒醒 夏星宇点头答应 走着走着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鞋带散了 于是 看向了陈元 而且 是那种柔柔的 焦焦地注视着他 于而 夏星宇伸出手 接过了他手里的酒 然后 低下头 又抬起头 循环这个动作两次 哼 你今天这个鞋带 敢自己系 我就把你赶出陈家 陈元放下这句狠话后 就蹲下身 给夏星宇把鞋带系上 太强硬了 我哪敢反抗呀 夏星宇捂着嘴 忍住笑地说道 大家别看 是我再给夏星宇细携带 就说什么 我是东南男人之耻 觉得我家庭地位不高 纯粹就是小情侣之间的变态 play罢了 而且 还是鱼子陪我玩的 地位 就在这时 陈元突然感觉到 有个地方被标记了 像是有个红色的感叹号一样 在闪烁 于是 陈元起身 然后就看到 狱警 的地方 是一个小孩子 看到那个大概几十米外的小孩后 狱警就消失了 而他 正在乌啊大哭 啥玩意 这周的超能力 是能够感知到 附近的哭声吗 这你妈 真抽象啊 操自你 越来越敷衍了 都开始糊弄人了是吧 把无限制食亭还给劳资 不过 这个超能力的范围 到底是怎么算的呢 就这样 在跟夏星宇坐车 去杨琪琪家里这条路上 陈元稍微实验了一下 毕竟哭这个条件 还是有点苛刻的 触发的并不频繁 不过 也不算少 而陈元能够感知到的范围 大概是五十米 超出这个范围后 狱警也就消失了 当然 要是陈元没办法移动 必须在某个地方待着 而这里 又到处都是小孩的哭声 比如在妇幼保健院 那么 陈元就相当于身边 蹲了几十个狮子狗 很惊悚的哥们 好在的是 我有腿 可以逃 那你有什么办法 让杨琪琪开心起来呢 夏星宇问 哄他开心干吗 啊 不哄吗 夏星宇不解道 哄了他 星宇老师该吃醋了 夏星宇咬着嘴唇 盯着陈元这个 疯狂就是重提的男人 哼了一声 你最好别让我抓到把柄 谁让我行得端坐的正吗 陈元嘚瑟道 好好说话啦 夏星宇问 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我想的是 趁着我们还在 带他出去 再买一只猫 陈元其实早就想过了 所以直接开口道 重新买啊 夏星宇想了想后 也觉得 没有其他好方法了 如果他能够答应 也行 就这样 两个人去到了杨琪琪的家里 进去之后 把贱南春交给了舅舅 也跟舅舅舅妈打了招呼 而陈元 则是一直在意着 一间里面疯狂预警的女生卧室 气气她 还在哭呢 陈元问 哭 舅舅莫太明白 陈元为师摩这样说 他不就是在房间吗 也没有哭声传出来啊 难道说 他跟陈元说 自己再哭 这小孩也没有表达欲 强烈到这种程度 我能去看看他吗 陈元问 当然可以 舅妈直接替陈元答应 然后就敲了门 琪琪 陈元哥哥来看你 里面没有声音回应 然后舅妈就说 进吧 默认就是同意了 于是 陈元就带着夏星宇 轻轻地打开门 进去了 然后 就看到杨琪琪坐在床上 看着一个相框 不停地用纸巾擦拭眼泪 搁这里毒丝猫呢 琪琪 没事吧 夏星宇坐了过去 在她的边上 星宇解呜呜呜 然后杨琪琪就直接抱住了夏星宇 痛哭起来 我在我在 夏星宇则是安慰地拍着她的后背 母性光辉泛滥 猫啥时候丢的 再奶丢的 而陈元 则是像名侦探柯南一样 哥这里收集情报 看起来 就是奈摩的靠谱 而哥哥一说话 从小就跟着她一起玩的杨琪琪 庞扶就被点燃了希望 抬起头 哽咽地说道 昨天下午 在小区外面 被一只狗吓到了 一下子就应急地跑步线了 傻逼宠物猫是这样 陈元点头道 米米不是傻逼猫 她很聪明的 杨琪琪辩解道 聪明能把自己整丢啊 陈元吐槽 不要这样讲嘛 夏星宇对陈元说道 那要不 我们再陪你买一只 陈元问 不要 我就要米米 杨琪琪坚持地说道 那就买一只跟米米一样的布偶 八千多呢 用手捂着嘴巴 陈元陷入了思索 别吵 我在思考 而且 我只想要米米 穿着纯棉睡裤的杨琪琪 抱着腿 有些低落到 也不知道 她在外面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被欺负 她那模漂亮 一只小母猫 有没有被黄毛菊猫吊戏 你这家伙 竟然还猫猫骑士 这个是米米吧 陈元指着杨琪琪旁边的相框 嗯啊 给我 哦 杨琪琪把相框递给了陈元 我替你出去找一下 但未必能够找到 你现在就别哭了 好吗 陈元说 嘴巴一扁 杨琪琪又要哭了 谢谢哥 也谢谢嫂子 陈元指了指星宇 夏星宇被整得一僵 错额看过去 然后杨琪琪就同样诚恳地说道 谢谢嫂子 包在我们身上了 夏星宇脸一红 当即答应 而且心里 还有点点小血 叫嫂子 嘻嘻 就这样 陈元拿着迷迷的照片 跟夏星宇一起的下了楼 然后 又去小卖部买了几根火腿肠 最终 在小区门口的一棵梧桐树下 遇到了一个身材很瘦 但一身肌肉的黑色梨花猫 还是你会想 知道从猫咪网络下手 夏星宇说 这种事情 还是得依靠神奇动物们 陈元之所以这样做 也是因为 他拥有一个能力 能够将所有语言 翻译成中文的能力 而且 还是优化后的翻译 哪怕是没有语言系统的动物 也可以将他发出的信息 润色厚成汉语 超级汉话 就这样 他拿着香肠 喂着只一点也不怕人的梨花猫 好吃好吃 梨花猫一边吃一边喵喵 还喵成了汉语 你 我喜欢 可以 给你摸头 我给你吃的 还要帮你摸头 你多大脸呢 我可是狗派 好饱 陈元在他吃的时候 把相框对到了他的眼前 认不认识这个妹妹啊 猫咪正吃着 一个猫脸 就对到他面前 一 好丑 丑就丑 怎么还好丑 人羊齐齐 花八千多买的呢 感觉 他像是知道哎 夏新宇有些欣喜 别急 再让他看看 陈元说 猫咪 继续端详这只猫咪 喵喵道 还好肥 好了 别记吧 点评了猫哥 你能不能找到他啊 陈元笑着问 猫咪继续盯着 巴唧巴唧了一口 火腿肠后 喵喵道 有点难 难 那意思是就是 还能找到了 不对 他怎么跟我对话起来了 正当陈元这样想的时候 梨花哥爪子 从肉球里渐渐生出 面露铿腔 打死有点难 但打残没问题 兄弟们 有没有肠胰疾患者呀 我被折磨两年了 你们都是吃啥药好的 第三百八十四章 谢谢嫂子 不是 猫哥 你理解错了 不是江湖追杀令啊 眼见着梨花哥 会错了意思 陈元连忙解释道 啊 还对话上了 夏新宇对这个景象十分的不解 因为这两人 啊不 一人一猫哥这里 一唱一和 真的很像在说话 猫猫不知道 这人在急什么 明明自己已经接单了 他还那磨较劲 于是 看着他手里的另外一根火腿肠 盯了好一会儿后 喵道 打死也行 得再来一根 谁特磨让你打死了呀 做事能不能这磨社会 没办法 陈元只能够指着自己的火腿肠 在指着相框上的猫咪 意思就是 找到后 再给你 人呐 真小气啊 算了 先帮他把那白胖子打一顿吧 走吧 于是 身材瘦条却惊悍的梨花大哥喵了一声 就往前走 看样子是有戏 陈元说 那我们跟着他 夏新宇也跟着一起起身 两个人就这样跟在大摇大摆 在路上走猫步的梨花大哥 靠着路边走 过了一会儿 一只趴在围墙上的纯黄色大菊猫朝着 他喵了一嗓子 干啥去呢 梨花猫抬起头 也对着墙上的大菊喵道 带两笨蛋 找个白胖子 该说不说 你这嘴是真的酸 白胖子 大菊喵喵地叫着 并打了个哈欠 慵懒地说道 啥样的白胖子 梨花猫站定在原地 想了一会儿后 抬起头 喵道 又肥 脸又大 一身白 毛还长 反正 其丑无比 丑得一眼让猫忘不掉的那种 那没见过 大菊猫一边说住 一边站起来 身体打着抖 尾巴也摇曳起来 像是要弹射起步似的 舒展了一下身子 那我帮你找找看 好的兄弟 梨花猫特别友好的喵了一声 接着语气有些狡黠道 这俩人特小气 到时候找到了 别急带我去 我带他俩多晃悠一下 多整机 根肉棍棍 菊喵笑着答应 好嘞 中介 你可真狠啊 陈元是听出来了 这梨花猫是够狡猾的 为啥叫它中介 夏兴宇 莫懂陈元的起外号方式 嘿呗 陈元耸肩道 而梨花猫 就这样继续地带着俩人 大摇大摆 这时 一只小三花猫也瞅了过来 梨花猫一下子就高兴了 靠了过去 跟它纠缠在一起 两个猫身体都打成街了 而且还主动给人三花猫舔猫 梨花猫舔着舔着 还赞叹道 这大屁股 真希望 OK 接下来 就不是能够翻译的喵语了 别给树给整风了 怎么还跟朋友玩起来了呢 夏兴宇有点注疾 这俩猫哥这里搞对象呢 陈元就知道梨花大哥不靠谱 所以也没指望他 他俩哥这里玩就玩 陈元则是往前 并且找到另外一个 坐在花坛上的 金贝银床小小局 并且 拿出了火腿肠 以及相框 没办法 手上的肠没多少 不能接猫就给 得节约的用 先给我尝一口 但这今被银床 直接选择性的忽视相框 然后就盯着火腿肠 讲起了条件 行行行 孩子是咱小局啊 不然 怎么就数你最肥呢 行行行 真受不了你啊 没办法 陈元只好把火腿肠 往他嘴里伸 然而小小局刚准备开口 一条白手套的后腿 突然往这边射过来 瞬间就把小小局踢飞 并且 站在花坛上 直接就朝着小小局大吼 滚一边去 谁让你来的 小小局就怂怂地回望一眼后 接着连忙转身 跑得老远 生怕被逮住 就是一顿打 滚 而梨花大哥还是不解气 继续对着吼 直至对方彻底消失 跟着 接着 就继续往前走 冷冷地给二人领头 而夏新宇则是看着 在给自己舔毛的三花猫 吐槽道 他女朋友还在那里呢 不管了 大哥上班去了下班会找女朋友的 可刚这样想 梨花猫又跟另外一只梨花 缠到了一起 又舔又摸 举止十分亲密 这渣猫 夏新宇咬着嘴唇 露出了有些鄙夷的表情来 你别光搞对象 你帮我找一下秘密啊 陈渊实在是有点莫耐心了 但他刚说完 跟梨花搞对象的梨花哥 在舔着舔住时 不忘说道 我再找一个白胖子 毛很长 而且很丑很丑 帮我留意一下 好滴哥 母梨花猫特别给面子的瞄了起来 接着 梨花大哥又虎虎声微地走了起来 真有面啊 你呀猫界成员是吧 星园就这样跟着梨花猫 一路地走 一路地寻 可这梨花猫 啥事也不干 就这样不紧不慢地 跟着各种猫咪打招呼 足足地围着小区走了一圈 最后 在一个小公园的健身器材那里 停了下来 然后 就直接坐在地上 舔起了菊花 尤其的惬意 这让猫咪网络来找猫 靠谱吗 夏星宇开始质疑起了这种方式 当然 他主要是质疑他 我觉得 我们可能被这个渣猫忽悠了 渣归渣 我看他办事 还是挺利落的 我想 应该是想做地起架了 这样想的成员 缓缓蹲下身 拿出另外一个火腿肠 直接扒开 递到梨花猫的面前 然而 这梨花猫像是莫看到 也没闻到味道一样 直接性地忽视 继续舔菊 咋 不吃 哥 你在看几眼照片呢 陈元把相框往他面前对 希望他能上点心 把这事给咱整好 或者 尽量挪点力 别这样敷衍 一回生 二回熟 说不定 我们就成朋友了呢 但这梨花大哥 硬是不看着迷你一眼 难道是太丑了 不乐意看 那也是 要是有人把凤姐照片逼你看 你也得难受 突然的 梨花猫耳朵一立 然后 不再舔菊 直接就站了起来 眼神 也在一瞬间凌厉起来 咋啦咋啦 突然看起来好聪明的样子 夏星宇 也被他的架势给吓唬到了 来了 而梨花大哥 依旧是这样一副冷酷的姿态 板正地站立着 望着一边 顺住头的视线 陈元只能看到一片空气 啥万一就来了呀 你别装逼呀 陈元正这样说的时候 一只奶牛猫朝着 这边斜着跑了过来 这边 找到了 但你为啥斜着跑 你压神经病啊 而听到这声后 梨花大哥 当即就如同闪电一样射出去 朝着那边快跑 跟上 走 跟着他 陈元这下子 估计是真找到了 就跑在了梨花猫的后面 夏星宇 也是尽力地跟着 就这样 大概跑了几分钟之后 两个人 有些累得气喘吁吁了 而梨花猫 依旧是剑步如飞 往前带路 好在的是 在一处老市民房外面的围墙那里 梨花猫停了下来 接着 梨花猫朝着陈元喵道 蹲下来 框框给我 哦 好的 陈元低下身 将向框递到他的面前 这人 怎么还真魔通猫性 梨花猫不禁吐槽 你可算是发现了 要不怎么说你是猫呢 这就是身位为人 我很高级 梨花猫用鼻子对着相框秀了秀 接着 又朝着围墙里面秀了秀 这样来回反复 搞了三四次后 小猫猫皱起了猫眉 有点像 真的 陈元很吃惊 夏新宇更吃惊 你俩在聊啥呢 怎么完全对我单独加密了呀 就在梨花猫还在确认的时候 突然 围墙里发出了一声猫咪叫 在这里啊 陈元顺便破译了这一声猫叫 好好听的叫声 梨花大哥有些被迷到了 不过很快就吐槽到 说的是啥呀 一个字都听不懂 好家伙 这是咪咪你自创的猫话是吧 不过也是 咪咪自从小时候 就被杨琪琪带到家里了 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猫咪社会 自然跟外面的猫猫 不是一个语言体系 可以说 每个宠物猫 都有自己的语言体系 可以称之谓 咪咪语 我来了 然而就在这时 从旁边也传来一声猫叫 二人视线放过去后 看到了一只花色挺漂亮的菊猫 悠悠地走了过来 而它一叫 围墙里面的猫咪也开始叫了起来 这一下子 漂亮菊 一下子就来劲了 虽然听不懂 但声音真好听 于是 也叫得更大声了 哦 两只猫咪哥这里求偶呢 外面的流浪猫 又来找小白了 是不是要娶她做老婆呀 里面传来了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好像小白也挺乐意 像是她妈妈的声音说道 可是小白这模漂亮 万一流浪猫太丑 怎么办呢 要不让他们现一面 这样也能打消小白的求偶想法 两个人在商榷之后 就将百叶窗拉开了 而米米在看到漂亮菊后 喵得更大声了 哥哥 哥哥 我在这里 然而 听到这清纯的喵叫 在跟这叫声的脸对应之后 菊毛突然忙碌起来 一边走 一边看 庞扶在找什么东西一样 依依 是掉在这里了吗 这里啊 这里啊 米米在窗户里面 就这样撕心裂肺地叫着 而漂亮菊 则是左看看又看看 就是不把头抬起来 直接就从这一户面前经过了 死 那我再找找吧 是不是掉缸才那地方了呀 看到这一幕 梨花猫当即就哈哈大喵起来 笑死我了 哈哈 这白肥子声音还挺好听 你这家伙 还真是挺恶趣味的 不过没有他 米米也找不到 正当陈元这样想的时候 梨花大哥突然抬起头 看着他 叫真的喵道 肉棍棍给我吧 现在不好打 等没人的时候 我溜进去打他一顿 肯定打出血 你可去你的吧 陈元刚才就想说了 你这家伙 是怎么看出来 我俩人费尽心思挣抹酒 就是为了打这 白胖子一顿的 你们 就在陈元跟猫咪对话的时候 楼上的小姑娘 不解地开口问了 而星元 则是一起的抬起头 看向他们 幸好人家小姑娘 愿意把猫还给我们 不然他非说是自己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啊 怀里抱着这只迷迷 夏星宇感叹道 小女孩也是爱猫之人 知道主人丢了猫咪会难过 陈元道 而且跟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也好求证 等下还得找杨琪琪 把转账的钱报削一下 陈元这样说的时候 蹲下了身子 把火腿长地给了梨花大哥 而梨花大哥 却纹丝不动 丝毫没有被诱惑到 只是 淡定地别了别头 然后 那只奶牛猫就斜着跑了过来 凑到陈元跟前 开始对肉棍棍大块躲移 而梨花大哥 则是站在后面 瘦条的他 优雅地蹲站 昂起头 看向一边 一世独立 突然的 陈元对他竟然生出了一丝的敬意 这梨猫大哥 让我看到了现代人缺失的意气与豪情 他拥有极强的精神属性 也遵守着口头的约定 庞扶一夜偏周上 背住剑的侠客 就在这时 梨花猫突然跑到奶牛猫面前 两巴掌就扇了上去 吃两口就得了 还没完了 不知道这俩人小气吗 赶走了奶牛猫后 梨花大哥就开始干火腿肠了 好吧 有点意气 但不是很多 而招待了喵喵队后 陈元就跟夏兴宇一起 回往了那个小区 等一下 我先进去 手上空空的 然后 你再突然出现 在进门前 陈元叮嘱道 OK 夏兴宇点了点头 并特别配合的身体侧过 把猫藏在后面 就这样 陈元敲响了门 然后 是舅妈开门的 回来了 噓 陈元做了个虚的手势 提醒他 别声张 接着 就走进了客厅 而听到些什么的杨琪琪 则是赶紧从卧室跑出来 一脸的激动 不过在看到陈元手中 只有那个相框后 表情一下子就阴梦了 唉 找了一大圈 陈元叹息地说 末世 杨琪琪咬着嘴唇 摇了摇头 哥 辛苦你了 猫丢了 是难找 你休息一下 然后 找到了 正当他情绪肉眼可见的低落时 夏新宇抱着那只只有杨琪琪当个宝的白色大肥猫 走了进来 呀 咪咪 看到他的那一刻 杨琪琪当场就泪目了 捂着嘴巴 双脚圆地地踏着小步子 还不谢谢哥哥姐姐 舅妈笑着说 谢谢哥哥 说住 杨琪琪就抱了一下陈元 舅舅舅妈 当场猛逼 然后 她又冲向夏新宇 满满当当地抱了上去 把咪咪夹在中间 狠狠抱住 谢谢嫂子 舅舅舅妈 猛逼 X2 第385章 哭泣的美少女作家 这一声嫂子 叫得十分突然 突然到让 接受了16岁美少女拥抱的成员 能够免于指责 这的却是挺难得的 但我得申明 在杨琪琪八岁以后 我就没有再抱过她了 而且 这小玩意 在三副以内 这儿八经的亲表妹 好了 还是看看远方的心语吧 末世 夏新宇 挤出尴尬的笑容 说道 而听到她这样 舅妈跟舅舅 也挤出笑容来 哈哈 不是 你们克隆摩世 三个女枪 对着放大呢 啊哈个傻呀 你们是怎么找到的 抱着迷你 杨琪琪满眼泪花地 看着陈元和夏新宇 十分惊奇道 说出来 你不敢相信 对此 夏新宇笑着解释道 我们是通过猫猫网络 找到猫咪的 还有 找到的时候 猫猫已经被别人收养了 我给人转账了二倍才给我的 你给我报销了 陈元拿出转账记录对着她 说道 谢谢哥哥 你真好 你就是我迷你的好大哥 杨琪琪没想到 陈元能为自己做到这个份上 十分感动地举起迷你 快 听妈妈的话 叫大哥 你别这摩抽象 差备了 陈元感觉到 抽象病毒 正在往杨氏家族蔓延 来 元 找了这摩酒猫累了吧 一起吃个饭 这时 舅舅对陈元招手 我得回家吃 等一下还要回下海 陈元摆手 那吃个饭又不影响 我开车送你 真不用 歇着吧 舅舅 杨军连女士重感情 我得陪陪她 陈元解释道 那行吧 那我走了 正当陈元打算离开的时候 收到一条微信消息 正当他要看的时候 杨琪琪连忙摆手 求饶道 对不起哥哥 你给我转回二十吧 我真不是故意的 啥玩意 就转你二十 陈元不解地低下头 然后就看到五百二十元的转账 而抬起头的时候 杨琪琪看着夏星宇 都快哭了 拼命地解释道 真没那个意思 嫂子你信我误误 啊 夏星宇 原本是觉得有点小吃醋的 但看她这样子 一下子就想开了 漠视了 这个好歹是三负之内 沈亚廷遇到的那事 才叫糟心呢 行 走了 陈元摆了摆手 然后就带着夏星宇离开了舅舅家里 一出门后 陈元就看着夏星宇 看我干嘛 夏星宇不解道 这个时候 你吃点醋挺正常 你先吃 我来哄你 好了 我真的不介意 夏星宇笑了 接着说道 我能够见别处来的 这种纯粹就是少女真情流露的可爱 还不变脸吗 老底 好了 下一刻 夏星宇就包变脸了 只住陈元手机上的转账 严肃道 等24小时退回去 不许收 早这样不就得了吗 陈元舒服了 还是这个版本的星宇有感觉 胜星宇 胜不了一点 不过 一年也就这几天 你能跟青梅竹马团聚了 抬起头 看着陈元 夏星宇 流露出了正宫 啊不 是嫂子般愚愚的笑容 在家吃完饭 陈建业就开车 并带了一大堆的吃吃喝喝 临时百货在车上 宋星宇二人 去到了下海 不过再替他们把东西搬到家里后 二人就要走了 于此 要不要跟爷爷回合祥啊 陈建业在临走前 对陈元牵铸绳的鱼子 一脸和蔼地说着 汪汪 而鱼子 对着陈建业热情地毫了两声后 就挤进了星宇的中间 态度很明显 陈元摸了摸鱼子的头 夸赞道 真是忠犬周宇 周宇 砸起这个姓 你不姓陈吗 杨军联露出困惑表情 而陈建业 则是滑稽地憋笑着 他是见过周宇 知道这个人存在的 所以 当得知这条狗也叫 鱼子 得时候 他一下子就全懂了 果然就是这样 还是你懂我 老陈 两个人在心里敲着胸口 互相的respect 那我们就走了 在临走前 杨军连认真的叮嘱道 好好学习 照顾好自己 也照顾好星宇 嗯 我会的 陈元点头 旁边的夏星宇 也红着脸 点了点头 道 我也会照顾好陈元的 就这样 老陈一家开车离开 而陈元 也跟星宇 回到了自己的屋子 铺好床垫 顺手收拾 然后睡了个午觉 醒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下午六点多 从家里带来的菜挺多 所以 二人随随便便 做了点吃的 把晚饭就这样解决了 而这时 也到了六余子 带他出去上厕所的时候了 那个 而就在吃完饭 坐在沙发上休息时 星宇捂着下腹 有些不太好意思地说道 这次 来得还真挺准 那我给你倒点热水 在保温杯里 你要一直喝 陈元就这样 直接去给夏星宇 灌热水 好地 我觉得还行 夏星宇笑了笑 说道 我休息一会儿 就去学习了 等一下你回来 我们再一起学 那有什么想让我带的吗 陈元说 没有 你出去多穿点 别感冒了 好的 那我走了 哇 余子也对夏星宇到了个别 然后 一人一狗 就出了家里 往附近的公园走去 这个季节的六七点 天已经很暗了 太阳早就完全落山 路灯都亮了起来 公园里的空气十分清新 带着一丝的寒意 好在的是 陈元穿着杨军莲女士 买的那件两千架 并不咋寒冷 OK 就到这地了 拉吧 陈元把余子拉到一个空地 然后准备好了塑料袋和铲子 打算等他拉完 直接铲走 然而 这余子在拉之前 一只后脚抬起 踩在树上 打算先放点液体 人猫猫队能力大功 汪汪队就只能在公园露出声 闭 气 不过还好 鱼子是个女孩子 没那磨辣眼睛 就当陈元守着他尿尿时 突然感知到 有哭泣 而且 非常之静 于是 陈元回过头 结果就看到一个 穿着毛衣长裙 黑色长发期间 戴着圆框眼镜 表情看起来十分呆的女孩 正捂着嘴巴 一抽一抽地哽咽着 哦 女人啊 没劲 还以为是猛男哭泣呢 陈元没多想 直接转头 继续照看鱼子拉降 并且在鱼子排泄出后 他就将达便产进塑料袋里 找了个地方的垃圾桶扔了进去 并且用湿纸巾 给鱼子擦了屁股 而这时 哭泣感应好像消失了 可回过头一看 他还在感应范围之内啊 哦 懂了 是哭了一会儿就不哭了 这还挺正常 于是 陈元就牵住鱼子 在公园里继续散步 哎 有老头搁这里下象棋 看看 陈元就这样 牵住狗围观起了老头的象棋搏纱 妙 吓得好 吓到绝佳之处 陈元也忍不住地点头赞叹 可看得好好的 他又感知到了哭泣 就在自己的侧前方 于是 他看了过去 依依 还是这个女人 他正坐在长椅上 撅着个嘴巴 轻轻地哼唧出声 正好是一个自己能够看到的角度 而且离得挺近 啥意思啊 又哭 陈元带住不解 看完这局象棋后 又溜着鱼子 去到江滩边上的步道 那个经常跟神小然偶遇的地方 可这时 哭泣感应 更近了 且 就在自己的身后 妈的 这家伙不是在哭 而是 故意在自己身边哭 咋的 想碰瓷是吧 给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找爹是吧 那不可能 我炒粉从来不放鸡精 嗨 我也没炒过粉 有问题 绝对有问题 这样想的陈元 因为知道自己身后有人 而且还在吊小珍珠 于是他果断地 开启了心声 怎么办 他是没有注意到吗 那我再哭大声点 那样 会不会有点刻意了 啊 真麻烦 到底咋样 才能够写出自然的感情线啊 哎 自然的感情线 啥意思 陈元一下子惊住了 好像 陷入了某种推之中 燕小英是一名网络作家 他的头都大了 从高中开始 他就开始写小说了 陆陆续续也写了几年 虽然一直都没有大火 但因为他很能坚持 所以 还是在这网络小说界 占据了一席之地 指的是 一般年成都能够月入八九千 偶尔效益好的话 能够达到一万多 但他现在 遇到了一个瓶颈 那就是 他准备参加一个第一名 奖金有十万块的校园指纹 所以就那头给了自己的编辑 然后 就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你 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吧 这一句话 直接把他问得汗流加倍 身上脆弱的防御 被瞬间击穿 对不起 求求你别说了 我破防了 你说的这番话 彭腐古代骑士的利剑 插进了我的胸膛 我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你对我说的这番话 我不知道 卫士魔文字在你嘴里 怎么会这魔有杀伤力 然后 他就只能够回答一句 虽然 但是我看人谈过呀 而他的编辑 对他只有一个忠告 你的剧情都还可以 但感情线真的很糟糕 如果可以 最好还是去谈一次真正的恋爱 就这样 他准备试试了 打扮得漂漂亮亮 或者说自认为的漂亮 然后 开启一个剧情 哭泣的少女 遇到言戏少年 然后两个人 邂逅的美妙故事 所谓的言戏少年 就是那重场的干净 清爽 十分阳光的帅哥 果然 在公园他遇到了这样的人 一看就是一个很温柔的男生 还会替狗狗擦屁股 如果是他的话 或许跟他谈过之后 就多了一些对恋爱文的理解 但这段感情 如果开始了 肯定是不会长久的 因为正式开书后 他就要甘全勤了 根本没时间谈恋爱 况且 自己这重没意思的死宅女 对方或许会因为见色起义 一时间产生想法 草率地答应 但很快就会厌倦的 总之 要先开始 加油 小英子 哦 可算是听出一些关键信息了 于是 陈元拿出了手机 打开起点APP 在搜索那里 输入了小英子三个字 哎 没有啊 难道不在这个网站 还是说 不是这三个字 正当陈元这样想 并且顺手往下滑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坐着马甲 小英子 一 还真有啊 点击作者主页 LV四作家 看起来还不赖嘛 不过一直看书的陈元觉得 作者等级LV五以下的写书 都没什么写书理解 然后 就是作品 棱烧闪过甜蜜蜜 陈元 皱起了眉头 富少的七十七天情人 陈元的眉头 紧紧锁住 软蒙笑花 爱吃葱 唉 这个听起来还可以 不是 你爱吃葱 跟我有毛关系啊 带着好奇 陈元点了进去 然后发现 这本书的数据奇差 看来正应了他编辑那句话 确实是没有恋爱理解 虽然这样想 陈元还是点开了投票 作为一个善良的读者 一般有 他就会投 我看看 OK 直接投了 首先 作为读者 而作者 却很需要这个东西 他给我带来了快乐 而且 这个作者基本上 不怎磨断更 目入旁边 文日更八千 得标签 就足以说明 人家的勤奋 所以 我一定要把票给出去 对吧 行 今天的遛狗就到这里了 我得回家了 如果这家伙 还跟在自己身后哭 陈元就只能给李桐打电话 让他把这个版本 T0给带走了 正当陈元 想要起身时 突然身后 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大小节驾到 统统闪开 陈元错愕转过身 就看到神小冉 坐着电动轮椅 停到了自己身后 那个女扑街作者 也是跟陈元一个表情 连哭 都定住了 就在这时 陈元缓缓站起身 扶住神小冉 轮椅 温柔道 冉冉来找爸爸了呀 神小冉整个愣住 一时间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啥就爸爸了 你敢自称我爸爸 你不怕我真正打拳的爸爸吗 还有 这个女的在干嘛 刚才就一直站在这里 燕小英人都傻了 就这样看着这个温暖 而俊秀的男生 推着漂亮的小女孩 往前面走去 从直接身前 直接离开 她的世界观 可以说是崩塌的 好不容易心动一次 就让我输得这块彻底 家人们谁懂啊 本以为是个少年 没想到竟然是个少妇 第三百八十六章 开学 与恋爱圣经 沈小冉的表情是木讷的 她不知道 陈元在搞什么 更不明白 那个女人 为石魔看着他俩 直到被陈元推走之后 她才问道 虽然我喜欢你 但让我叫你爸爸这种事情 对我而言 还是有点困难的 叫叔叔可以吗 叔叔可以 不对 沈小冉脸一红 当即就跟蒸汽机似的 头顶要冒烟了 连忙喝赤道 我还是小学生啊 你开着重车做什么 陈元眉头一皱 没太懂 叔叔咋了 叔叔不就是那种 那种意思吗 我不懂艳 陈元一脸淳朴 叔叔 是什么意思 咬着嘴唇 看着陈元 沈小冉认为 这家伙 绝对懂 我的却懂 但我真的没想那麽远 你所热爱的 就是你的生活 陈元试探性地反问 啊 我就是这个意思 沈小冉属于 是那种给了台阶 就会下的类型 而且 小学生太过于 限多识广 也不太可爱 你刚才那个女生 你认的吗 沈小冉问 嗯 陈元想了想后 如实地说道 刚才那个女生 我不认的 但她好像 是要搭讪我 当然 也只是好像 我不确定 你如果觉得 我是在自恋 就算了 你说话这抹 谨慎干嘛 沈小冉吐槽过后 回过头 看着那女人 然后转回头 道 所以 你为了拒绝她 就跟我演了 这样一出 没错 绝对不是要 占你的便宜 男生的被分之争 只有赢下了 同样对被分之争 充满执念的人 才有意思 啊 真幼稚啊你 十一岁的沈小冉 对十七岁的陈元 如是评价道 不然没办法呀 哪有什么没办法 沈小冉不懈地抽了抽嘴角 说道 你如果不想被搭讪 直接拒绝就行了 何必搞这一出 不过是怕自己 受不了美少女的诱惑 所以才做出这种 怯弱之举 你的意思是 如果不喜欢对方 直接拒绝就能有用 陈元问 当然 沈小冉想也没想 干脆说道 别人都明确拒绝了 还要缠着 哪有这磨磨骨气的女生啊 她说完之后 陈元没有说话 只是平静地看着她 沈小冉也抬起头 看着陈元 四目相对 半晌过后 她脸一下子就红了 接着低下头 用手扮演着嘴巴 支支吾吾道 不过话又说回来啊 陈元等着她说 我能一样啊 沈小冉长红住脸 嘴硬地说道 我这不是 不是情况不一样吗 我当时认识你的时候 你也没在一起啊 别这样大见老师 够了 陈元劝阻道 而陈元越这样 沈小冉就越觉得自己委屈 呜呜啊一声地哭出来 欺负小学生 然而 她虽然哭了 但却没有哭声提醒 为啥 假哭不算吗 但这笑英子老师 不也在假哭吗 莫非 她真的泪目了 好了 别哭了 我带你去买零食 陈元说道 嘿嘿 而沈小冉 则是瞬间变脸 一下子就状态正常了 陈元就这样双手推着轮椅 并把狗绳拴在轮椅上 两个人散布在江滩步道 不过那女生看起来 好重的宅位啊 哪怕打扮得挺好看 也感觉莫杀吸引力 沈小冉评价道 要是再有韵味一点 性感一些 说不定 你就有了出轨想法 我出轨 你大爸 陈元直接就一拳头 闷在了沈小冉的头上 抱住头 沈小冉又开始阴阴啼哭 但同样 狮子狗隐身的印记 还是默打出来 所以那妹子 为啥真哭了 回到自己的单间出租屋 想着今天的事情 燕小英身体 往床上一躺 眼角又开始掉小珍珠了 她从小就是这种性格 心思特别脆弱 动不动就会哭 她今天原本想的是 用假裤来吸引男主的注意力 但她突然想到 自己长得也不难看 相反 还挺好看的 可从小到大 竟然没有谈过一次恋爱 没有被一个帅哥表白过 到了大学 总归是容易一点了吧 但身边的室友 长相还不如自己的 都纷纷脱单了 唯独自己 完全没有一点异性缘 别说帅哥了 连长相普通的男生 也没有因为他是单身 而主动撩拨 这样的人生 导致他准备写一本恋爱文小说的时候 会因为毫无感情经历 而陷入卡文 岂可休 侧躺在床上 握着拳头 燕小英痛恨自己的 这可怜的人生 就在这时 手机亮了 来了一条消息 于是 他坐起身 擦了擦眼泪 很快就收住情绪 嘉兰 你这基本上扑了 均定才二百 不到你原来的十分之一 切了吧 看到这条消息 燕小英知道 这是编辑给自己小说 宣判死刑了 这个成绩 就意味着 后续拿不到任何的推荐 无论怎么写下去 都不会有太大的起色 更谈不上赚钱 燕小英需要钱 因为他从寝室搬了出来 在下海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租房子 如果继续写这本书的话 就只能够动用先前的积蓄了 而先前的积蓄 顶多就只能够维持自己过几个月 要是自己 把时间浪费在这本书上 而不是开心书 那么等到这本书完结 下本书开始 在上架之前 自己将没有一丁点收入来源 念灵 断吹 得处境 无论怎么样 把这本扑街书切掉 都是明智之举 于自己 于编辑 于当下 于未来 于现实 于理想 我都应该将这个故事 粗然地结束 让他们看一本戛然而止的太监书 公平魔 想到这里 燕小英就于心不忍 于是 他认真地回复了编辑 小英子 我也想继续写下去 迦兰 但我看了眼 啊 燕小英突然一愣 然后尴尬地用指甲刮着脸颊 哈哈 是这样吗 迦兰 这两天只剩下十五个了 你写啥剧情了 小英子 我写完一个撒糖桥段 迦兰 撒糖桥段 你咋写的 迦兰 算了 我自己看 在燕小英紧张的等待中 迦兰回复了 是一张小说截图 安木然出教室的时候 周一拦住了他 安木然错愕抬起头 看向他 然后 周一将脸错开一边 并将一张饭卡递给他 冷酷道 我给你饭卡充了五万块 随便花 而发完截图后 迦兰竟然用打字 表现出了语音消息般的张力 迦兰 给饭卡里充五万 你这是要歌诗堂里办大席啊 燕小英也知道 这一段写得不好 但他高中的时候 家里条件差 每次中午 都只敢点两个素菜 加一个火腿肠 在饭卡上 充五万对他而言 还真的算是一种 霸总般的浪漫 迦兰 你对校园跟恋爱的理解 一言难尽 迦兰 让你去谈恋爱的事情 再做嘛 燕小英 再谈了再谈了 迦兰 行 多积累一些经验 然后再开新书 迦兰 或者还是别转型了 就写那重眉逻辑的霸总文吧 燕小英 为师摸霸总文 没有经验就能写呢 迦兰 因为受众 都是你们这种 既没有富过 又没有谈过恋爱的人 你再骂 燕小英 好吧 知道了 迦兰 你再写的这本 早点太奸了吧 或者随便写个结尾 继续写下去 没意义 也拿不到推荐 燕小英 我尽量早点玩街 迦兰 那新书要开 就跟我聊一聊 燕小英发去一张 江湖最高礼仪 抱拳表情包 结束了跟编辑的聊天之后 他陷入了纠结 点开那本正在连载 虽然切掉是最明智的决定 但他还是想做到 有头有尾 他也是当过读者的 知道那种喜欢的小说 看到一半 作者突然发一个 对不起 或者 抱歉 的感觉 我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作者 但也不会不负责任的随便切书 这样想的他 点开了作者后台 有个红圈衣 点进去后 家竹逃头 软蒙笑花 爱吃葱 看到这两张票 燕小英更加坚定了 要完本的决心 而这时 他的书友群 一片大饼 也有了一个家群申请 备注就是家竹逃 兴奋来了 于是 他点击了同意 于是 这个他积攒了三本书 总共765个群友的书友群 来了一个起额头的书友 天选笨蛋 家竹逃 欢迎新人 女的暴躁 男的发包 小地瓜就是神 瞎头管理 家竹逃发出一张 黄色屠狗歪头啊 表情包 笑英全 欢迎 这个群基本上已经死了 只剩下十几个人还在聊天 而且也不聊书 偶尔发一发王者的链接 偶尔开开车 发点大胸大屁股的女生 燕小英在阅览完这些照片后 也得知到了如何引起男性的兴趣 尽量穿少点 或者不穿 但自己要出门的话 是一定得穿衣服的 并没有什么能够通过这种着装来吸引异性的场合 所以 依旧积累不了什么经验 在他还因为有新书友而开心的时候 对方突然私聊自己了 家竹桃 书写得不错 鲜花 竟然是夸奖 这可把燕小英激动坏了 同时 有一股警惕 笑英子 你看到哪里了呀 家竹桃 前面吧 看到这个 燕小英突然紧张起来 因为自己前面 得确写得还行 但后面读点有不少 他如果接受不了 说不定会从白子变成黑子 甚至 发一些很激烈的差评 想到这里 燕小英就十分担忧 他最怕的就是 被原本支持的读者骂 他写了几本书 也激烈了一些读者 然后 经常能够在评论区和本章说里 看到一些熟悉的ID 他们要磨吐槽 要磨分享自己的故事 甚至还会从一本书 跟到另一本书来 但有一天 他在写了一个读点章节时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 经常发本章说的ID 留下了一句 随便你 我走了 的气书评论 他当时 就被狠狠地打击到了 一晚上 都没有缓过进来 在那以后 他就强迫自己 不要去忌读者ID 就算记住了 也会逼自己忘掉 毕竟干我们这详 最忌讳的 就是爱上客人 小鹰子 这本书后面 写得有点不好 家竹桃 末世 我耐毒性强 基本上都能看 这句话 无疑让燕小鹰 内心暖暖的 彭腹被注入了什么热热的东西一样 小鹰子 谢谢 笔心 家竹桃 对了 作者将 能够给我个马甲吗 我也想出镜一下 小鹰子 可是 这本不加新人物了 家竹桃 啊 要切吗 小鹰子 不切 但这本定位的 就是短篇 应该还只有七八万字就完结了 家竹桃 啊 好吧 小鹰子 但可以给你加到下本书 家竹桃 啊 这么好啊 家竹桃 我追的一本书 小鹰子 那种大佬 家竹桃 想多了 各BYD的不马字的时候 天天玩偷塔刘赛恩呢 小鹰子 哈哈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马甲 家竹桃 我能跟你分享一下我高中的故事吗 可能有点长 小鹰子 可以啊 就这样 那边就开始正在输入 过了大概五分钟后 长长的一条消息就发了过来 啊 好长 燕小鹰不太想看 但对方这模真诚 她还是决定看一遍 家竹桃 我高二的时候 班上有个女生 性格特别大猎 有点暴力 而且 人缘很好 班上同学都挺喜欢她 长的虽然只能算中等 但打扮之后很好看 还有点小性感 我也觉得 这女生挺好 但一直都不太熟 后来 我鸡友 我因为鸡口吃的 经常喊她爸爸 跟一个大兄妹子 成了好朋友 而那个大兄妹 又跟她玩了起来 所以 我们四个就自然组成小团体 我跟那个女生的关系 也稍微好了一点 就像普通朋友了 我一直都觉得是普通朋友 但后来 一场篮球比赛之前 我们跟一个班 因为争场子 起了冲突 然后她就来劝架 本来都没事了 但对方有个大高个手间 说 把球还给我们 就扔了过来 一下子 就把那个女孩砸倒了 当时 我不知道 我在想什么 直接就冲上去 一脚踹向了那个男的 再然后 我们就被学校处分了 我被要求 写三千字的检讨 而我回教室的时候 那女生 应该是被砸疼了 一直把头 埋在桌上睡觉 我就没管 课间的时候 她终于起身 从我身边走过 把什么东西 往桌面上一放 直接就走了 结果 我就看到 桌上躺了一个窗口贴 燕小英原本只是想随便看看 但看着看着 就入神了 并且 惊讶地睁大眼睛 好高级的青春校园恋爱 这不比我那个 给女主饭卡上充 五万强一百倍 当然 趣味性 还是我这个更强 怪不得要恋爱了 再写恋爱文 这就是差距啊 小英子 然后呢 加竹桃 能用吗 小英子 可以啊 我觉得很不错 加竹桃 那既然能用 可不可以再加一个马甲 你还有好人设 小英子 你说下 加竹桃 我的好基友 就是我经常叫他爸爸的那个人 你也随便给一个马甲吧 一百八十三长腿帅哥就行 燕小英很好奇 为什么 他会经常叫他好基友爸爸 但每个人的癖好不一样 他能做的 只有尊重 小英子 可以啊 对此 当然是答应 而且 他还有一个请求 小英子 那我能不能以你这个角色 作为男主女主啊 这我还谈什么恋爱啊 这魔会谈恋爱的读者 都快把饭味到我嘴里了 直接吃就完事啊 他有预感 以这对角色为主角 稍加润色 丰富剧情和细节 他一定能够写出 让加兰满意的小说 说不定 还能够得到 直接梦寐以求的红雕勋章 精品评道 他以前的最好成绩 只是区区两千军定 难道 就在今日 加竹桃 当然可以啊 我的荣幸 太好了 加竹桃真是神仙读者啊 验小鹰感动的 都要泪目了 加竹桃 不过 我能不能再提个小意见 小鹰子 可以啊 在他回复之后 过了好一会儿后 对方发来消息 加竹桃 关于书名 我有点建议 二月十九 初九 也就是周五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 休息了快半个月 终于到了开学 而且接下来 要一直上九天的课才放假 而且才放一天 就特模的离谱 寒假也给劳资条修 算了算了 收收心吧 起床穿好衣服后 陈元就刷牙去了 而在这时 他点开了起点的APP 又点开了那本 软蒙笑花爱吃葱 并通过作者头像 进入了他的主页 突然的 他嘴角勾起了一抹 搞事的坏笑 笑鹰子老师 新书发了 教声细语 推荐一本新书 作者我外战老作者 人品保证 链接在作者的话 第三百八十七章 开学演讲 陈元进城刺头 初九 开学了 回到教室的大家伙 虽然有些低落 毕竟假期结束了 但末到元宵都是年 节日的气氛 还是萦绕在大家的心头 再进教室 经过唐斯文那里时 他便双手抱成拳头 礼貌又可爱的 给陈元败了个年 唉 宁吉祥 陈元也点头回应 然后 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年过得咋样 这时 旁边好像 又圆润了一点的周福 笑着询问自己 挺好的 简直就是度日如年 陈元回答道 过年吗 可不是每天都跟过年一样吗 周福吐槽过后 又把手伸进兜里 做出要掏东西的样子 你给我磕个头 我给你红包 你咋不给我磕一个呀 陈元不服 我有红包啊 周福特别理直气壮道 真有 陈元总感觉 以周福这颇 有家资的经济状况 说不定真的 能够整个大包 你给我拜个年吧 我给你 周福笑盈盈道 保持住胡仪的态度 以及对金钱的渴望 陈元双手抱拳 恭贺地说道 吉祥话呢 周福侧耳倾听道 祝你越来越好 越来越漂亮 实在没办法 陈元敷衍了两句 然后认真道 要红包里 是个十块五块 你再也别想听到 我夸你一句 真是势利鬼啊 周福吐槽完后 便将红包从兜里掏了出来 递给了陈元 谢谢 陈元接过了红包 并在打开之后 发现是一张 金闪闪的手机贴纸 还是一条可爱的 小卡通龙 一一 惊泪 陈元眼睛一亮 惊讶道 但只有零 一刻 周福笑着解释道 零 一刻也大几时了 谢谢福姐 有心了 感恩 陈元觉得 这玩意 虽然不贵重 但既是龙年 又是黄金 还用红包包着 足以说名赠送人的心意 不过在收下之后 陈元突然想到些什么 认真地看着周福 问道 这足精手机贴 是单给我一个人的 还是其他人也有 傻瓜 当然是大家都有啊 你以为自己多特殊呀 周福眼睛眯着 露出纯真的笑容 哼 不爱了呗 陈元一阵扫兴地 在心里叹息 明明先前这朋友费 只给我一个的 现在人人都有 那我岂不是不重要了 周福大笨蛋 周宇 给我拜个年 周福道 好嘞 周宇放下书包后 就热情道 祝你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朝 OK 你的红包 周福把包递给了周宇 谢谢 啊 黄金 周宇从红包里 拿出这碗以后 一脸惊讶 我也有吗 和思娇 稀稀地凑了过来 福包 当然 周福把包也递给了 和思娇 至于唐思文 在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给了 我家的咖啡厅生意 能好起来 也是多亏了大家 所以 新的一年 也请继续支持 周福颇 未感激地说道 对此 陈元回答道 那必然 我生活费一发了 就会带新宇去捧场 宇子也会偷爷 野养老金消费的 你才偷爷 野养老金 周宇当即反击后 又盯着陈元 野养道 跟人周福 坐同桌 有没有变得大方一点 给个几个准备红包啊 红包没有 想起这个 陈元便露出笑意 但我给你跟和思娇 准备了最好的礼物 真的吗 娇与异口同声地凑过来 等一段时间 到时候我告诉你们 陈元说道 行 你说道 周宇认真道 陈元真是有心了 也受到了福福的熏陶啊 和思娇也颇为期待 不错 已经迫不及待 娇声细语 连载了 也不知道那个扑街作者 能不能写出 自己想要的自传题小说 到时候毕业了 也可以将这本小说送给大家 用于十一中十八班的团建 打卡圣地 就这样 一边聊着过年的趣事 一边交着寒假作业 开学的第一天 就这样开始了 而在早自习前 老莫也来到了教室里 把作业收一下 送到各科老师的办公室 老莫说完后 又补充地说道 早自习下了后 等打零了 要进行一个 十场两节课的 开学立志演讲 不上课 老莫说完后 班上的学生 就开始在下面 逼逼叨叨起来 啊 又来整大的呀 就是那众请个 成功学导师来学校逼逼 把大家讲的 哭得稀里哗啦的 那重烂活呀 我还以为 只有初中有 高中也来啊 就这 还不如上课呢 现在的学生 没有以前那磨好糊弄了 大家也知道 这其中是怎么回事 就是为了更好的 训练服从性 以及强行升华主题罢了 不过因为很多名校 都会搞这种东西 导致这种形式 一直都还存在 多发于一些升学高中 最开始的时候 还有好多人会被这个整哭 真情流露的 不过现在 已经很难达到 这磨好的效果了 当然 演讲手段 也是会进步的 再加上一些 集体气氛的渲染 还是会有不少女生会哭的 好了好了 见大家在下面多嘴多舌 老莫便说道 学校组织这个活动 也是为了收心 好好配合教官老师 不能是卖书吧 老莫没说完 下面就悠悠地问了一句 肯定不能是卖书啊 老莫当即反驳 但内心 也不太确定 毕竟他对学校的 道德并没有多魔匠的自信 以前就有一些学校 搞这种催泪的励志演讲 把大家都整哭 甚至家长跟学生 还抱头痛哭了 最后 就开始卖书卖叠片 但十一中 毕竟是以升学为目标的 省实验 应该不至于恰 这中烂前 估计还是想着动员一下 让大家更有奋进的镜头 就跟去那重军训基地一样 磨练心智 算了 磨一下也好 就这样 早自习结束 铃声响起 大家便排着队 从教室里出来 一起下楼 在操场集合 因为高一 还有几天才开学 而高三末时间 整这玩意 所以 大操场上 就只有高二的学生 总共 一千多人 按照住平时做操的对联 这样排序 然后在国旗下 一个穿着白衬衫 西装 皮带系在腰上 圆鼓鼓的一圈 梳着大背由头的讲师 就这样拿着话筒 给大家做励志演讲 而背景音乐 就是那种特别抒情 还有点点阴谋的歌 具体就是讲一个小女孩 父母双亡 跟着爷爷奶奶住 然后怎么坚强求学的故事 不得不说 他讲故事的节奏非常好 情到深处时 也特别有感觉 这背景音乐 也能够跟这个故事呼应 操场上 就已经有一些女生 鼻子酸酸的 看着要哭了 而十八班 好像大家都比较坚强 表现得很平静 不对 唐斯文同学 你那是什么表情 因为讲师故事的 确讲得有感情 唐斯文完全听进去了 嘴巴憋着 眼睛也被透明浸润 一闪一闪 对 高冷人设完全性地崩塌了 不过十八班 应该默认还会觉得 唐斯文 有那种高领之花属性了 只能说 幸好 是在十一中讲 要是也去四中演讲 陈渊德担心的不行 别人是被故事感染 而夏星宇 完全就是故事里的这个人 嘶 还要多久啊 就在陈渊这样 想的时候 站在他前面的张超 握着大腿 有些心累地说 咋了 我刚才就看你脚 好像有点别扭 陈渊好奇地问 上个星期扭了 现在还没好 又不知道 这个演讲啥时候 能休息一下 张超说道 你跟老莫说一下 回去休息吧 陈渊建议说 算了 只是有点累 倒不是很疼 张超摆了摆手 不想搞这种特殊 况且 又不是完全站不了 况且 作为班长 这种时候不在 不太好 就这样 上面的人 继续避避着 下面的 有一些女生 已经被说的小珍珠 调个不停 有部分男生 也被感动到了 不过也有一些人 依旧完全不听 就在下面讲自己的小话 好 现在到了第三个环节 团结 说到这里 讲师又讲了一个故事 说的是 一个班 从全校到数 集体变成全校前级 然后班上决 大多数学生 都考上一本 而原因 就是整个班级 良好的学习氛围 催使整个集体 一起奋斗 大家还记得 军训的队列吧 讲师对住全校说 大家 变成军训的队列 稀稀拉拉地篡动着 像是无头苍蝇 没有目标 于是 白衬衣西装导师 又大声地说道 各个班的班长出来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是你们 队列的排长 要求 半分钟之内 回归军训队列 听到这个 各个班的班长 去到队列前 指挥住大家 赶紧战成军训队列 因为对这种活动 本来就不太重视 所以大家 还是有些惨慢 直到讲师 开始倒数十个数 大家才加速起来 一 数到最后一个数时 基本上所有班级 都已经排列好 唯有四班 十九班 二十六班 三个班 还在稀稀拉拉 讲师就这样 等待着他们站好 然后说道 四班 十九班 二十六班 三个班的排长 站到讲台上来 这时 一阵唏嘘声 这三个所谓的 排长 就这样去到了讲台上 刚才我一直在看 这三个排长 表现得很好 一直在指挥 但是 总有一些人在队伍里 谢谢 不当回事 讲师侧过身 对着三名排长 说道 现在 你们替你们的队伍受罚 一个人 一百个俯卧撑 这句话说完 台下一片惊呼 不知道这个必想干嘛 安静 再吵 再加 讲师铿锵地说道 于是 大家就这样不说话 那三名排长 就在众人面前 做起了俯卧撑 而讲师 则是面向众人 说道 因为你们 你们的排长 不得不受罚 不说敢不敢动 但这一招 得确实让刚才嘻嘻哈哈 不太服从的几个人 感到有些难堪 所以 好几个都低下头 怕面临指责 现在 全体半蹲五分钟 接着 讲师又下达了指令 这一次 没有一个人 敢再敷衍了 赶紧照做 为的 就是不成为老鼠使 当然 陈元也做得很标准 毕竟他也知道 有些集体性的行为 不管他如何 有没有道理 需要做的 就是童话 他只是有点担心张超 他脚壁进之前扭过 不过好在 他能坚持 这时 也有机位教官 从上面下来 监视着大家的蹲资 大家都清楚 只要有一个人动了 所谓的排长 又要挨罚了 所以 每个人都保持着自己 而就在这时 班上的胖哥于嘉诚 突然 一个支撑不住 歪了一下 负责这一片的教官 当即就发现了 十八班的排长出列 听到这个 于嘉诚眉头一皱 闭上眼睛 愧疚的都不敢直面张超 而张超也没办法 只好起身 走到纳摩教官的前面 十八班动了 排长上来 一百个俯卧称 讲师指着十八班的队列 说道 张超莫办法 只好向前走去 而大家 也都发现了 他的脚步有点不稳 但是 每个人都不敢说 这个时候说话跟动 应该是一样的 也要害排长受罚 于是 大家就这魔 眼睁睁看着张超 往讲台走去 这时 十八班人群里 后排一个男生 突然站了起来 从队列中走出来 当住所有人的面 把张超拉住 你干什么 于是 教官严厉呵斥道 而大家 也这么震惊地看着陈元 不知道他要干嘛 陈元完全没有搭理教官 而是对张超说 你回去吧 我替你 不用 回去吧你 陈元拍了拍张超的臀 但但道 没办法 张超也知道自己 现在上去再做俯卧撑 肯定会把扭的脚整得更加严重 所以 连忙回到对联 对教官解释道 我脚刚扭 做不了俯卧撑 我同学带我 教官看了眼他的脚 而后又对陈元吼道 你 喊报告末 但他发现 这人就好像 是聋了一样 依旧是不听自己说话 也不看他一眼 直接往讲台上走去 这下子 教官愤怒不已 而讲师 注意到了这一点 点了点头 接着说道 排长脚扭了 替排长受罚 嗯 很不错的团结精神 说完 他又话锋一转 但是 不能够没有组织纪律 出列的时候 喊了报告没有 问完后 他就把话筒递给了陈元 让他来认错 唉 陈元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真不想在这个时候出头 没办法 他只好对着话筒 诚恳地认错 那就二百个呗 第388章 和洪涛的偏袒 原本大家都是担心 被教官带住 而摒弃宁神 十分紧张 生怕乱动 会害自己的班长受累 但这个时候 陈元对 那名讲师的回应 让有人不禁将目光聚焦过去 而因为有人扭头 所以大家都看了过去 甚至还在一些偏僻的后排 彼此奸切切私语 元神太刚了吧 本来就是脑瘫活动 刚得好啊 而且 如果是元神的话 让他承认 错误是不可能的 毕竟人到了那个份上 多多少少 有点能随心所欲 但这些比较官 都是那重不知道轻重的二笔 感觉要报 除了其他观众 最在意的 还是十八班的学生们 其中张超 心情最为沉重复杂 毕竟陈元是 因为自己脚扭了 不能上台去坐俯卧车出来 所以他觉得自己 应该解释一下 可这个时候 他又怕自己出来 旁边那个教官又来一句 谁允许你讲话 然后 继续给陈元加码 所以 只能够隐忍 但愿 不要爆发什么冲突 唐斯文 之前还被那个讲师说的故事 而感动得掉小珍珠 可现在 陈元上去之后 他的心情一下子紧张起来 视线里只有陈元 他为了张超受罚 而且 现在还跟讲师起了冲突 这样下去 不会有事吧 咬着嘴唇 攥着拳头 周福也十分生气 刚才陈元拍张超囤的时候 他还看得挺感动 可现在 只觉得恶心 恶心这种搞活动的 而之所以恶心 也是因为太真实了 明明所有学生都知道 莫意义 浪费时间 但偏偏好多学校 都会搞这种事情 他先前的高中 就弄过这重力致演讲 非得搞得大家哭成一片 才觉得达到了目的 有些不哭的 还会被教官白眼 对于学生而言 陈元绝对不是刺头 或者老鼠使 相反 这种替同学受罚的行为 是大义 所以 此刻的反派跟英雄 特别的鲜明 陈元这样说过后 讲师愣了一下 因为国产学生 这个时候 基本上都会承认错误 而这 也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可他 对这种活动司 毫不放在眼里 连同住自己跟教官 都侍卫草剑 当然 他做过这模多次活动 还是偶尔会遇到不配合的 所以他拥有丰富的经验 完全不慌 因为校方一般都是支持活动方的 培养出福从信更强的学生 于他们而言 百亿无害 既然如此 那就回归活动的本质 好好培养你们欠缺的团队精神 和福从一时吧 出列前不喊报告的行为 是不符合军训要求的 所以现在你额外的受罚 就不是因为大家了 而是你自己 强调完后 讲师说道 那就做 两百个俯卧生 一般来说 高中生的极限 就是三四十个 体力强一点的 可能会多一些 但也只有五十个左右 之所以喊一百个 就是让他们做不完 而到那时 再配合音乐 就可以进行催泪的团队演讲了 你们的排长 哪怕做不下去了 依然在坚持 现在 有一个机会 你们可以替代他 不过 十个俯卧生 只能够抵他一个 然后 就会有人主动喊到出列 开始做俯卧生 到后来 人会越来越多 而这 就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至于这个喊两百个的学生 则会因为他的俯卧生最多 到时候最后做完 成为万众瞩目的教育模板 想到这里 他就忍不住在心里发笑 就这样 看着这个学生俯下身 姿势十分标准地坐着 这小子 看起来还挺强壮的 估计真的能做七八十个吧 不过毕竟是学生 能强到哪里去呢 之前也有些刺头 仗着自己是体育生 而且的却是做俯卧生的好手 做完了一百个 但那个时候 他就会无终生有的挑刺 就说队列里有人动 继续给他加码 反正 总是有应对策略的 学校花前请他们来 自然要把活给 他们整好 不然以后 还怎么继续接单 站在办公室门口的围栏前 看住楼下的大操场 何鸿涛也算是全程目睹了这一幕 虽然有些远 他也认出了 这个男生是陈远 他好像是因为 同学脚扭了 所以才提出要替他做俯卧撑 然后那个讲师 就想借机教育一下 结果就 看到这一幕 何鸿涛心情有些复杂 这个活动 自然不是他提出来要做的 为实摩 因为四中就默搞 致力于成为四中第二的十一中 怎么会有自己的创意呢 摸着建军过河就行 之所以提出要搞这个 也是快要退休的韩书记 说励志活动很好 能够加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 再加上也可以搞一个版面 用在宣传上 对此 何鸿涛肯定是不反对的 其一 是因为韩书记题的 他没办法反驳 其二则是 管理一个学校 除了教育 还有一些其他的 不得不做的事情 这是义务 不过他本人也觉得 这种事情挺可笑 完全没有作用 还不如把这两节课 用来写卷子来的实际 如果真的有用的话 四中为石魔不搞 每分必争的四中 都不搞这种事情 正说明这种事情 绝对无异于加分 这样想住的他 拿出了手机 然后拨通了电话 接着 那边开口 何笑 怎么了 站在高处 看着正在做俯卧撑的陈元 何鸿涛说道 跟那个讲课的说一下 让他不要为 不是 是不能为难陈元 赶紧让他下去 可现在学校这磨多人看着 不太好吧 让他们自己想办法 环节继续进行就行 不要求质量 何鸿涛相当敷衍地说道 随便搞搞 钱照样给他们接 好的何笑 我明白了 嗯 麻烦你了 接着 何鸿涛就挂断了电话 然后 继续地观看着这一幕 其实 他有些担忧 讲师那边还好 随便搞搞就行 但万一陈元气性太强 比较清高 非得对一下这种活动 然后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那就不好整网 更别说 当众辱骂讲师 要是那样 陈元这个典型 还真的没梳理好 甚至 要成为反面教材 不批评说不过去 但要是批评了 这魔说吧 如果和洪涛是陈元 在他觉得 这活动傻逼的情况下 还想让他服软 绝对是不可能的 学校领导 要是因此还批评自己 他第二天 课桌就搬到寺中去了 啥事情 都需要将心底心 而将心底心的结果就是 我特魔也不服 唉 为啥偏偏就是陈元呢 不过也是 这小子正义感正魔强 光丽功就有几次 那可是真正的 道德高尚 自然不会容忍 这些伪君子 招摇过世 想到这里 在不发生群体事件的情况下 何鸿涛其实也挺想让这些讲师吃点贬 狠狠被陈元对上几下 丢些面子 为实魔 主张搞这个活动的 又不是我 在陈元开始做俯卧称之后 针锋相对 也告一段落了 讲师 继续慷慨激昂的演讲着 厂下的学生们 也十分整齐的蹲着 虽然偶尔有些支撑不住的晃动 但杀鸡锦猴已经做过了 就没必要再揪细节 这时 也想起了洗脑的进行曲 大概做了三十几个 快四十个时 多数人都支撑不了了 这时 讲师转过伸姜话筒 对着一名牌掌 问道 做牌掌 替大家的失误受罚 你后不后悔 不后悔 男生虽然有些脱力 但还是大声道 接下来 他又将话筒地向一个女排长 女生已经满头大汗 下一刻 感觉就要趴倒在地上 但在面对话筒时 还是用尖锐的女生大喊 不后悔 然后 就是对着下一个 一个虽然有些累 但完成度还是很高的高个男生 这是二十六班的班长 顺带一提 就是徐晨那个班的 话筒对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有点想笑 但还是忍住了 然后特别敷衍地拉长音调说道 不后悔 讲师翻了下白眼 但也忍住了 接着继续进行 又是几个因为班上有人动 而受罚的班长 顺着流程 一直问完 最后 就是陈元了 不过讲师墨打算问他 但就在这时 埋头做俯卧撑的陈元突然问 不问我 听到这个 讲师来了 兴趣 这个时候 在全校面前 他除了不后悔 还能讲什么呢 难道说 后悔吗 这样讲的话 他风投的却是出了 但在班上怎么做人 有些人是挺讲义气 挺特别 但多数学生 都是那种从众的 很容易被带动情绪 要是说后悔 得却是对到我了 但你觉得 你做对了吗 臭小子 这是你提的 我就来满足你 替牌掌授罚 你后悔吗 讲师蹲下身 把话筒递到他嘴边 然后 这家伙竟然一句话不说 而且 视线完全性地 无视自己 曹 我他妈忘了 除了那两个选项 你还能用无视 嘲讽我 当住全校面问的讲师 就这样 极其小丑地 被沉原无视 然后默默起身 26班的班长 看到这一幕 人都憋笑得墨镜了 牛牛牛 而台下的学生们 也全部都在暗爽 这种小丑时刻 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所有学生都知道 这不合理 但毕竟话语权在人家手上 这个时候 只能够被迫地配合 毕竟克力独行 是会被孤立和惩罚的 可这时 一个勇士站了出来 直接就蔑视跳梁小丑 让他吃扁 只能说 最想看到的一集 最正义的一集 不能够再被这小子装到了 讲师只能够等着他脱离 然后再进行下面的环节 而因为高中生的体力和能力 不会过于逆天 所以 俯卧撑坐着坐着 减员 的人数 就一个个增多 其中那个女生 是第一个 以失忆体前驱跪在地上的 她只做了四十个 而且 其中三十个动作 都极其不标准 能够算数的 顶多就十个 其余的 也在五六十的时候停下 最后 就只剩下两个人 一个是二十六班的班长 一个是陈云 提升做到大概七五十个的时候 差不多有点极限了 剩下这二十五个 很难坚持下去 但如果不标准的话 还是能够做完的 只是 现在大家都怕了 自己再做下去 就有点傻了 所以 她也干脆就放弃了 最后 只剩下陈云 这家伙是真的离谱 标准的俯卧称 没有一个动作变形 不过也得劝 先前在篮球 比赛的时候 一个人打了全场 拿了六十分 足以说明 她是体能怪物 就这样 情况变成了所有人 都注视她一个人 那个讲师 也因为她的俯卧称 做得太轻松 太完美 而感到紧张 要是她真的做完 自己可就进行不了 下一个环节了 真到那时 只能在家 只不过会显得有些刻意 踏马的 这是高中生吗 你当过兵吧 用手攥着话筒 她内心愈发焦虑 然而 在大概一百一十个的时候 陈云突然皱眉 紧接着 保持住公主的动作 停了下来 就像是力量在这一刻 突然全部卸下一样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如果身体绷得太紧 强行的锻炼 身体会在临界时 突然的脱离 好啊 你还真把我给糊到了 不过二吗 先前一个比你横的 可是做到了两百个 看着她实在是不行后 讲师转过身 对着全场说道 规则就是规则 规则 纪律就是纪律 我虽然很心疼这些牌掌 我想你们也心疼 但没有完成惩罚 就是不能接 说到一半 厂下突然发出了一些细微的议论声 不对 不是这个调调 按照以往的经验 不该是这个反应啊 汪老师 汪老师 这时 台下一个教官小声地提醒她 往后看 于是 她就转过身去 然后就看到了 刚才已经脱离 一个也做不了的陈元 现在继续地坐着俯卧称 而且 姿势极其标准 跟先前一样的轻松协议 你他妈刚才不是 又框我是吧 而陈元 在短暂停留后 继续地坐着 依旧是无视他 看着前面 不过 在他回头时 他还是 用对方能够听得到 第一排学生 也能听得到的声音道 啥 闭 讲师直接愣住 然后 整个人都勃然大怒 紧紧地攥着话筒 恨不得给这个学生来上一脚 包括旁边那个憋笑的男生 也想来一脚 敢骂我 你竟然敢骂我 臭小子 装逼是吧 讲师怒了 这样的学生 他不是第一次嫌 但绝对 是让他最冒火的一个 于是 他强忍着怒火 给台下的一个教官 使了眼色 加码 再加一百个 直到他累趴位置 想砸我的饭碗 想都别想 而刚下丹丸指示后 一个教官 突然小跑上了讲台 在他旁边 对他小声地说道 汪老师 差不多算了 学校领导说 不能再罚这个学生了 好了好了 我知道分寸的 他不耐烦地随便说道 然而 教官却没有走 回想着刚才一个主任 叮嘱自己的 他只能再一次重申道 汪老师 不是不能罚学生 是 不能罚这个学生 第三百八十九章 重大活动事故 不能罚学生这个合理 但不能罚这个学生 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这个学生 有不能动的理由 但刚才踏马的 他可是直接骂了我 这下面第一排的学生 都听到了 还有几个低下头 忍不住窃喜 我不搞他 不可能的 我 那啥 这是他们校长的意思 在讲师要红温的时候 旁边的教官再次提醒说 讲师愣住了 校长的意思 也就是说 校长专门让学校的领导 过来传话 这个学生 不能 罚 难不成 是校长的儿子 不是 有这关系 怎么不早说呀 强忍着怒火 以及被在第一排学生 羞辱地摸面子 讲师只能够憋着 然后走到陈渊的面前 放下话筒 做出不经意地提醒道 可以不用做了 然而这句话 并没有丝毫的作用 这小子 完全不听 依旧是继续地做俯卧撑 距离二百这个数字 一点点逼近 这小子 气性太大了 而且更关键的是 自己还不能够动他 要是真让他做完 接下来的那个环节 就会显得略微有些尴尬 无法达到教育的目的 也说明不了 集体的力量 这就好像在宣扬一种单打独斗 个人脱离集体之后 也能够成功地反变教材 你他妈的 真可恶呀 这小子 讲师变得咬牙切齿 狠狠盯着他 怎么回事 这BYD的 好像不演讲了 在等什么 刚才好像有人跟他说了啥 而且 好像也不咋抓纪律了 这魔多人说话 也不加俯卧称数量了 刚才 该不会是学校跟着B要求了什么吧 说明学校还是有点良心的 那因为啥呀 感觉是在护尘员 的确 哪有七百分的学生被当反面的 不过沉渊这B里 这核心 是真的牛逼呀 想做他女朋友 啊 你不男的吗 台下的学生基本上都看明白了 从刚才讲师没有说完的那番话 足以说明他的目的 就是想通过排长们经过了努力 但还是莫做完 俯卧称这一点 进行下面的环节 但沉渊 打破了他的这个计划 如果沉渊做完了 他绝对会有点猛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只能说 乐子人狂喜 早就想吐槽这个煞笔活动了 现在终于有人来制裁这群家伙 好多学生 不仅这一次 之前也经历过这样的活动 甚至有倒霉的 小学 初中 高中 都被泼拉到操场 进行着重力制教育 你要说百日拼搏 那的却有点意义 毕竟最后一把了 必须要好好打 你现在搞这玩意 除了恶心人 毫无作用 就在大家期待的时候 突然又传起了小话 刚才元神好像骂那个人傻 毕 乐 所以他就红温了 草 这磨猛啊 怪不得 他脖子一下就红了 太爽了 就想看这笔吃饼的样子 就是 杀笔 说话的人越来越多 站在前面的教官 也有些麻 管也不是 不管也不是 只能够装死 当莫发生 毕竟现在不让加法 单纯的训斥和整理队形 毫无意义 还有 那个男生真是屌 做了快一百八十个 动作没有一丁点变形 这踏马 得有多强的力量啊 此时 站在十八班附近的那个教官 看着讲台上坐俯卧撑出风头的男生 气得 已经咬紧了牙关 刚才他出列的时候 没有看过自己一眼 就像是当他不存在一样 这才是最极致的羞辱 自己的每一句话 他都没有回应 等下回到对列 他八成 还是要忽略自己 不行 绝对要让这小子 喊一声报告 区区一个学生 这魔嚣张 欠收拾吧 陈元的身体素质 是一点点加强的 他用进度条打篮球那段时间 他就发现 自己提升的 不仅仅是投射的进度 身体素质 也会因为高强度的比赛 而一点点的提升 给神小染按摩的时候 一是同理 手筋会越来越大 而这魔 长时间过去了 他早就变成了超级战士 做这二百个俯卧撑的时候 他实际上 一点感觉都没有 老实说 再加几百个 应该也是一样的 这也合理 没有足够的身体素质 怎么承受这魔 多次高强度的使用超级 不仅力量 专注 和记忆等等 都是同步加强了的 一百九十二 一百九十三 一百九十九 二百 做完最后一个后 陈元就起身了 这时 他看向了面色铁青的讲师 这个肥头大耳的家伙 现在已经跟死猪 没有什么区别了 做完了 陈元淡淡的 他依旧是冷眼看着陈元 彭扶这样做 就能够怎么样伤害到他 或者抱负回去一样 又或者 这样的表情 会让他出气缓解 毕竟 他灭世了 哑巴了 不说话 我就下去了 当然 陈元也不会惯着 直接用前排学生 全部都能够听到的音量 当即结问 卧槽 牛逼 哈哈 掉掉掉 太帅了元 已经到这个份上 下面的学生 也是肆无忌惮起来 而再一次被直接羞辱的讲师 因为脑子里记得校长的叮嘱 完全对陈元无可奈何 滚下去 他 倒是想这样说 但只能够在心里这样歪歪 以这个男生的脾气 再加上可能 或者说 绝对是权贵之子 自己要是这样说了 他绝必不会下去 甚至要在讲台上 跟自己对喷 这样的话 这场活动就出了 舞台事故 直接卡在这里 出场费 就不太好接了 更严重的是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下面还有人在拍 这个钥匙传出去了 那么 他再掐这碗饭 就有点难了 他们这种团队 主要的就是靠在各个学校里 进行演讲 以及卖书赚钱 如果让别人知道 他连一个学生也镇不住 那其他学校 还怎么会邀请他来 他并不是镇不住学生 像这样的学生 他真的是轻松拿捏 找理由 一直加法斧 我撑就行 但问题在于 今天自己倒霉 踢到了硬板 再加上学校也不支持自己 不让他按照自己的专业素养来 我说的不是你 是你爹 懂吗 在内心阴阳之后 讲师拿着话筒说道 十八班的牌掌 做完了俯卧称 可以回到队列了 这句话说完 台下基本上了解到状况的学生们 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 是真的牛逼 两百个俯卧称 就这样做完了 而且 这个B还不敢乱加法 元神的又一大胜利啊 为时魔要说又 大家是挺热闹 但陈元这个时候 也知道该收敛收敛 的确 他可以从他面前走过 直接嘲讽一句 归难 你的演讲 就跟你的人生一样 都是垃圾 这样做 百分百能让他跳脚翻脸 如此这般 演讲也毁了 是爽到了 但无疑是给何宝的工作 添麻烦了 要是他不替自己撑腰 陈元闹就闹了 可刚才 他听心声 知道了是何鸿涛要求的 不许搞自己 那就这样吧 像个将军一样 满载住荣誉回归 当然 陈元并没有多得意 他只是希望 这种破壁遭破活动 早点取缔 把组织这玩意的人 也都抓进牢去 还校园生活 一个朗朗乾坤 唉 这格局就上来了 就这样 他直接走到自己的班 然后回归对练 喊报告没有 然后 走到自己原来的位置 你 给我站住 因为五分钟 早就过去了 所以他现在也不用蹲 就自然地站着 你听到没有 不知不觉 全班的学生 都紧张地看向了陈元 表情里面是担忧 其中 以唐斯文最甚 甚至 有些害怕地发抖 而刚才一直说话的人 终于是出现在了陈元的面前 气得脸已经长红了 脖子上的青筋也抱起 陈元其实听到了 他又不容 之所以不理呢 也是因为 没有什么搭理的必要 他并不是歧视这个职业 只是他说话一开始 就有点吵 不懂什么是礼貌 所以 陈元也没必要答应 而一直地忽视 让这个教官 终于地爆发了 直接握着陈元的手臂 用力拽了 你给劳兹出来 有点 奇怪 卫石膜 这膜轻松 这个男生比我还高 刚才做俯卧撑的时候 也很硬 但现在 却十分轻松地拽了出来 就在他怀疑之时 周福突然尖叫出声 打人了 然后下一刻 就是几个男生冲出来 其中流言 一脚就把他踹翻了 很快的 十八般的男生 集体将这个人围住 个个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竭力的 保护 陈元 对此 站在外围的陈元 只是拍了拍 被他抓过的手臂上的灰 在心里笑了 你觉得自己能够打过我是吧 非得装这个逼 没错 这完全在陈元的预期之中 只要他敢动手 自己在十八班结交的这些好哥们 肯定要围殴他的 而因为这里 全校都乱成一团 几个教官连忙冲过来 正准备救他们的同事时 看到乌泱泱的人群 知道这个时候 如果对学生动手 绝对会挨围殴 所以也不敢接近了 班上同学对陈元的 保护 还在继续 张超在旁边等了一会儿后 便上前拉住学生 好了好了 陈元没危险了 停手 这时 陈元也帮助维持起了秩序 哥几个停手 我没事 你们小心被打 旁边几个教官人都看傻了 我们的人在单方面挨打 你们怎么像是在自我防卫 这些人 说话这么谨慎的吗 就这样 人群散开了 那个穿着迷彩服的教官 像是毛毛虫一样的 缩在地上 抱住头 身上全是脚印 你们这是什么校方 胆大望外 目中无人 在皇主任办公室里 讲师拍着桌子 愤怒地吼道 而在他一旁 就是一个 头上缠着蹦带 鼻青脸肿 手背上全是血 刚擦过点服的教官 这是一场重大的活动事故 是第一次 这磨严重 先前也打过 但挨打的是学生 这十一中的风气 是真的彪悍 毕竟也是教官先动的手 这没办法的 对此 皇主任回应道 怎么救我们动手了 汪讲师愤怒地说道 那个学生 受了一点伤吗 没有受伤 但是他们全班都作证 教官的却是动手打人了 皇主任为伪道 我没打他 肿住脸的教官想说话 但一说话 整张脸都在疼 所以 在呲牙咧嘴之后 沉默了 没打怎么会引起公愤的呢 一个人能说谎 所有人都在说谎吗 皇主任反问 他知道 这些人是想要赔偿 但纯粹是在做梦 所要赔偿这是 对于家常来说 学校可能是T5 但对于一切社会群体 学校妥妥地T0 你能找我们 要到一分钱的医疗费 做梦哦 几百块钱营养费还有可能 你这样说 那我知道了 瞪住皇主任 汪讲师愤怒地站起身 说道 我找你们校长 这件事情没完 皇主任没办法 只能挤出一个笑容 想去就去呗 你在我这里 还能够要到几百块钱营养费 找校长的话 他可不怕你们哦 就这样 汪讲师带着受伤的教官 十分愤怒地朝着校长室走去 校长室 只有两个人 陈元 何鸿涛 走进去之后 陈元是沉默的 一句话也没有说 而何鸿涛 则是伸了伸手 意思是 让他坐 于是 陈元坐了下来 何鸿涛 也坐了下来 不过 是直接坐在办公桌上 跟陈元面对面 陈元知道 这个活动 是自己毁掉的 而毁掉这个活动 对于学校而言 则是一个重大的教学事故 老实说 陈元还是有点亏欠的 当然 只针对何鸿涛 所以 哪怕何鸿现在生气地批评他机具 他也虚心接受 正当他这样想的时候 靠坐在桌上的何鸿涛双手交叉 揣在胸前 看着陈元 两久后 到 别担心 多大事 我都给你摆平 第三百九十章 此子背景 竟然如此强大 啊 正坐在椅子上 保持沉默的陈元一下子 没反应过来 稍等一下 你刚才在说什么 看着何鸿涛 陈元现在有点点猛 而猛后 他感觉到 脸颊微微发热 不是 我脸红得泡泡茶壶啊 也不是 不对劲 我是超子持有者 一向都是我聊人 从来没有人撩我 你这小何鸿涛 是不是到反天罡了 还说什么事情 都会替我摆平 你是正TU级的学校领导 不是什么私营企业霸道总裁 孝英子老师 看看人家霸总是怎么样的 别记吧 给女主饭卡里 五万五万的冲了 嗯 稍作停顿后 陈元看着何鸿涛 还算是冷静地回应道 那这是 就麻烦老师了 在有些情况下 陈元用的称呼是 何孝 但在这种时刻 还是老师要稍微清静一些 莫世 这件事情不怪你 何鸿涛相当平和地说道 我听说了 你们斑斑长脚扭了 大家都不敢出头 就你站出来了 所谓的集体主义 没有什么比你这种行为 更能够体现了 励志活动是假的 是一种表演 但陈元的善意 是真的 还有 你瞧不起那种人 所以没有搭理他 也可以理解 说到这里 何鸿涛笑了 语气里面 是一种轻松 彭腹在表明 贾大控的话不用讲 我们之间莫必要 一般领导 这个时候会说什么 在这重情况下 所谓 军事化 的管理中 要尊重规则 尊重教官 至少不能够无视 但这是 放在台面上的话 两个人在台面之下 何鸿涛就非常真实了 直接用 那种人 定义了 人生而自由平等 这句话 只是用于出生的那一刻 往那以后 就不一样了 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被区分 这就是所谓的三六九等 非常残酷的事 哪怕出了这摩大的事情 人都被打了 于何鸿涛而言 他甚至都没有去记那个人的名字 当然 对陈元也是 我是希望这个活动顺利进行的 也没有想当刺头 但偏偏就遇到了这种事情 后来那个人会 那魔疯狂 也出于我的意外 无论怎么样 还是给学校添麻烦了 陈元诚恳地对何鸿涛说道 而且 他还真的是这样想的 如果校长不是何鸿涛 自己跟他完全没交情 他也没有主动照自己 那陈元才不管这技把破事呢 直接就不吃牛肉了 只能说 他的解释 是对何鸿涛一个人的 我懂 你这魔理解学校 也挺让人感动的 对此 何鸿涛笑了笑后 说道 其实有些事情 我们都是不情愿做的 作为一个校长 我只想搞教学 但你懂的 好多事情 都是身不由己 而且 有需求 就会有供给 这里就不细谈了 你那魔聪明 应该明白 我知道您的意思 陈元懂了 原来这煞笔 活动何鸿涛也不乐意干啊 何宝 你在我心中的形象 愈发高大了 这件事情 可能会有一点点风波 毕竟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看着实际上 也不想惹事的陈元 何鸿涛安慰地说道 但无论怎么样 学校都会保护学生的 而且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跟学校斗的 你要是觉得能够在学校面前 讨到一点甜头 那纯粹是你没上过学 啊 我明白 陈元笑着点了点头 准备起身离开 而何鸿涛看着陈元 发现刘海微微有些失 应该是俯卧生太多了 多多少少 消耗了一点体力 两百个俯卧生 没想到你这磨轻松就做完了 厉害啊 何鸿涛打趣得起身 除了学习以外 我都在锻炼 所以这方面还行 陈元都不敢想 夏新宇以后的多幸福 这丫头 有福气了 然而她说完后 才发现何鸿涛拿了个纸杯 然后去饮水机那边接温开水了 草 你这是要 宗主大人 使不得 动 动 在何鸿涛刚刚接完热水 就响起了敲门声 而敲门的 正是汪讲师 他是来讨回公道的 因为他突然想明白一件事情 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权贵之子 那位啥是十八班的学生 有那磨印的背景 那不应该直接进一班吗 校长这样维护 可能只是他本人 对这个活动并不在意 毕竟听他们说 赞成搞这个活动的是 这个学校的书记 也就是说 纯粹是校长不上心 说出那种话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学生 是个关系户 跟校长多少沾点清代典故 既然如此 学校对学生的保护 就会非常有限 今天 必须找他们要点赔偿 不然出了这事 自己下面的人 尤其是当教官的 是会心有怨恨的 以后也不乐意给自己卖力了 所以 两点诉求必须满足 一 那个学生道歉 二 赔偿 于是 他敲响了校长办公室的门 然后 里面传来了校长冷静的声音 静 接着 他推开了办公室的门 可眼前的景象 直接把他吓得身体一紧 这个校长 把一杯热水递给了那个学生 而且 这个学生是坐着的 校长是站住的 什么鬼啊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你他妈背景到底有多硬啊 等一下 何鸿涛对汪讲师压了压手 意思是 稍等 谢谢老师 陈元微微点手 接着把这杯温开水喝了一半 然后 起身将杯子放在桌面上 对何鸿涛说道 那我明白了 就不打扰您工作了 回班去吧 什么都不用担心 何鸿涛笑了笑 接着 在他准备走的时候 又补充了一句 很小个事情 而这句话 汪讲师觉得 他是对着自己说的 他们的诉求 是很小的事情 也在向那个男生保证 自己能够替他解决圆满 怎么 有什么事情吗 看着讲师 和洪涛问 有什么事情 还能够有什么事情 一个校长 对学生 是那样一副恭敬的态度 那只能说说明一个问题 要么他爹是他的领导 要么 他爹是很大的领导 得罪一个学校还好 但要是得罪什么 不该得罪的大人物 要知道 他们的活动展开 全靠某重层面的默许 这个钱能够合法地洽 书能够合法地卖 纯粹是因为名头正当 手续合规 再加上 得却有一些作用 能够更方便学校管理学生 可要是碰到了 不该碰的红线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这种活动 也许不会全方面禁止 但他们这帮人 要解散 也就一句话的事情 我们那个教官 不是被学生打了吗 伤得很重 就算如此 汪讲师也打算 稍微尝试一下 哦 坐在位上的和洪涛点了点头 也没让他做 十分理性地回答道 那的却是有点可惜 如果能够申请工伤 学校肯定会尽量帮忙 咦 这魔好说话吗 汪讲师很意外 因为这个校长 非常通情达理 但是啊 就怕一点 何鸿涛稍作思索后 说道 所有学生 都说是教官先动的手 能够证明 教官莫问题的证据 很不充分 可是教官怎么会主动去打学生 先不说这个 不重要 何鸿涛摆了摆手 继续道 现在的问题是 怎么不发酵成一个社会性舆情事件 这话说得在理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要是传出去了 得去不好 你知道的 学校十分在意风平的 我想你们 也很在意这个 扯得越久 也不好 何鸿涛提议说 所以 我的建议是 尽量减轻影响 这事就算了 那 我们那个教官商的这模种 多少要有点补偿吧 汪讲师只求道 补偿 那你觉得 是我们学校陪 何鸿涛笑了 还觉得有些搞笑的反问 还是让那个学生的家常陪 真是有趣 没让 你陪就算好了 啥猪脑子啊 然而 他轻轻松松的一句反问 把汪讲师听得差一点就心脏骤停 整个人都被吓麻了 一个声音 在他的脑海中 不断回想 重负的逼问 而且 语气越来越嘲讽 越来越蔑视 让那个学生的家常陪 你要跟那个学生的家常谈 你确定 要找那个学生家长的事 不 不了 汪讲师在一阵寒意后 连忙地白手否定 不敢再避避 也不敢再去维护自己的立场了 这个校长 绝对是在警告 或者说 善意地提醒 现在 他不再去想 人家卫师魔要在十八班读书了 万一人就喜欢留在那个班级呢 万一那个班级 有他喜欢的小女孩呢 甚至说 为了撩那个小孩 还让学校把人家分到自己身边当同桌 贵公子的想法 都是不好说的 无论怎么样 一个普通的学生 都不值得一个校长为他端茶 那还有事吗 何鸿涛问 没 末世了 汪讲师做出勉强的笑容 我就先走了 嗯 慢走 就这样 汪讲师退出了办公室 而他一出来 那个教官就凑过来 十分在意地问 赔偿的事情 他干这行 本来就没多高收入 图的就是没有风险 还比较体面 现在被学生打了 本来就很丢人 要是连赔偿都没有 那还干个屁啊 别吵 然而 汪讲师现在完全没有心思管 这种事情 当即就不耐烦地呛了回去 然后 一边走着 一边琢磨着这件事情 他看过一篇小说 名字叫 小公务员之死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 契合福写的 这篇小说讲的是 一个小公务员 在剧院看戏时 不小心冲着一位将军的后背 打了一个喷嚏 便疑心自己冒犯了将军 他三番五次 向将军道歉 最后惹烦了将军 在遭到了将军的呵斥后 他便得失魂落魄 一直在回忆这件事情 揣测将军的想法 处在恐惧之中 竟然一命呜呼 直接就被吓死了 而是读这篇小说的时候 他只是觉得 这个公务员很傻 这篇小说也很假 根本没有逻辑 但是越长大 越接触社会 就愈发意识到 伟大作家的文笔之深刻 真是鞭秘入理 人 怎么会被吓死呢 人 怎么就不会 被吓死呢 他现在 就处在这种紧张的恐惧之中 而越恐惧 就越会乱想 然后 就变得更加恐惧 就这样 他去到了负责接待自己的 黄主任的办公室 而这时 黄主任看着这人 有些沮丧地回来 完全明白了 然后 当即就乐了 发生了这事 还去找校长 你找谁也没用啊 况且 你也不占理啊 汪老师 怎么说啊 黄主任憋住笑 故意问道 嗯 汪讲师没有想这事 坐在座位上后 认真地问道 这个学生 他好像 跟校长关系很好 那可不 心头好了都 怎么了 黄主任问 他家长 是做什么的 汪讲师 小心翼翼地问 学生的信息 是不能泄露的 而且 你问这个干嘛 黄主任警惕道 我只是好奇问一下 他家里 是干嘛的 学生的信息不能透露 你要是找学生家 长鞋商的话 我可以帮忙安排 说到这里 黄主任补充道 但我建议你 最好不要 毕竟你不占理 又是警告 汪讲师人都骂了 怎么 他家长到底是谁 连问都不能问是吧 那摩下人 既然不能问 肯定是不能问了 但现在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他们 是不是得罪了 不能得罪的人 连忙挤出笑容 汪讲师改口道 那我问一下 他咋在十八班呢 这不是学校里 很差的一个班吗 你在开玩笑 我们校长为了他一个人 给十八班配了好几个好老师 黄主任说到一半 突然意识到自己话多了 这种事情 没必要跟这种外人说 所以赶紧打住 得停止自己的表达欲 我跟他说啥呀 还是商量一下 营养快限费 啊不 营养费的事情 然而让他意外的是 这家伙 在听完自己说完后 眼睛里一下子 就没有了光泽 整个人像是死了 一样的无神 啥玩意 我砸你了 你别碰瓷啊 完了 全踏码完了 在校长面前坐着 校长给他倒水 而且 学校还为了一个学生 把整个班级的教师 配置都提升了 这种背景的学生 来十一中干啥 绝对是来泡妞丸的 恍惚的 汪奖师起身 往门外走去 整个人都呆呆的 黄主任就这样看着他走 然后十分不解 学校荣誉强那模显眼 看一眼不就知道 陈云为傻讨校长喜欢了吗 他 是不是有点想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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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外走